来源年纪十八 但他却拥有一个八十岁的身体 就算当场去世都没人会意外 而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他用健康换取了世间最强的魔法天赋 别人施展魔法都需要念咒和结印 他只需一面移动便能施展 而这个人则是我创建的游戏子 这款游戏是一个开放世界类的单机游戏 每次更新的时候 我都会登陆新版本 创造全新的角色进行培养 这次我决定培养一个魔法师 所以我把初始属性点全部点在了魔法上 但这样的属性并不能满足 于是我决定试试因果系统 这个系统可以给自己的角色 加上各种负面效果 好处就是系统会补偿一些点数 拿着负面效果获取的点数加到魔法上 就能创造出极魔法师了 不过创造出来的角色完全就是个病殃 但我并不在意 因为这只是个游戏角色 可当游戏即将加载完成的时候意外发生 电脑屏幕突然涌出一道黑光 接着我就失去了意识 不知过了多久我缓缓醒来 还没反应过来我就被人一盘提起 紧接着我就挨了一拳 望着喧闹的四周我才回过神来 难道我变成了自己创造的病娘子游戏角色 来不及多想 打我的大胡子冲我大骂了 都要开工了你还有脸睡觉 赶紧给我到组装室来干活 站起身来感受着这个弱鸡身体 这不是我的身体 当我看到镜子里的脸是我才明白 这张脸就是我创建的角色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在这个黑心工厂干活 虽然我依旧对这里一无损 但我以惊人的速度适应了这里的一切 在这里我要在太阳没升起那一刻就行了 一直干到虚拖田的那一刻 睡觉前可以拿到一碗像厨余垃圾式的周来骨 即便我想问点什么其他工人也不愿搭理 一是因为检察官看得意 活太忙了 二是因为在他们眼中我和一具尸体没什么两个 不过他们会这么想也正常 毕竟这具身体就像马上要被过气一样 繁重的体力活已经够让我受到 但同样折磨我的还有失眠 我已经连续三天没睡着了 这都是因为我之前选择的负面效果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的身体在这种黑心工厂撑不了多久 不过至少还有一点值得庆幸 这幅身体上的负面效果这么明显 也就是说我也同样拥有与之城正比的魔法天赋 只要激发魔法天赋 那么就能逃离这个破地方 第二天干活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脚下意气 一个不留神手中的箱子就摔落在底 领班马上就拎着鞭子朝我走来 正当他要教训我的时候 我边咳嗽边道歉 他见我这样便对身边的人说道 这小子活不了多久 让他找个没人的角落待着去 说完他便上前让我回原 这下我算是彻底被他们当成将死制了 不过这对我有利无害 毕竟他们不会像对待其他人一样 把我看得那么紧 要是利用这个优势掌握整个工厂作物 应该就能规划出一条逃跑路线 于是我决定趁着没人发现 偷偷出去看看 我看着前方传来光线的大门 以为是出口 但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 却停下了走 因为我听到了里面有人说话 你知道吗 组织会把我们的粉碎机 卖给黑魔法师 我听到黑魔法师这几个字后 顿时确定了这个世界 真的有魔法的存在 但要怎么才能使用魔法呢 这时里面的艺人 拿出来一个小瓶子 他说里面是一种 名为毒蛇的身体强化剂 虽然这东西有副作用 但平嘴的过滤器 可以减少身体强化剂的毒性 这个过滤器需要魔力驱动 紧接着那个人便按下过滤器 瞬间平身里 就出现了一个魔力光点 我看着光点 一股一肠的感觉传来 下一秒 我的浑身便充满魔力 体内仿佛有什么要爆炸 这是人类超越无感的第六个 第三只眼 第二个自我 我觉醒了以前 从未体会过的新感觉 这熟悉又陌生的力量 就是光的魔法 到了晚上 我感受着手中的魔力 是时候尽快制定逃跑计划 在白天我听到了 他们说后天 会有上面的人来收获 到时候检察官 也不会看得太严 那就把两天后 当成逃跑日进行准备吧 接下来的两天 我都是白天偷偷查看 工厂的构造 晚上则是练习魔法 直到精疲力尽 多亏了这两天的努力 我用魔法加热我的体温 让我看起来 就像是发烧了一样 这样就应该可以 一个人留在房间里 而另一边的厂区检察官 给了我们队长 一瓶毒蛇加强警 让他赶紧把我 这个病秧子处理掉 省得被上面的人 看到他们来挑刺就麻烦了 这时早起的闹钟调起 其他人全部起身洗漱 而我则一脸 要死样的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 其他人见状都说 我活不过今天了 而这时队长来到房间 他让其他人先出去 其中一人嘟囔到看来 队长是来让他 干脆利落地上路的 我听完菊花一锦 干脆利落地送我上路 我可没想到 会遇到这种情况啊 这下该怎么办 来不及多想 一只大手抓住了我的肩膀 一把就把我翻了过来 可他却递给我一只要紧 他说这叫毒蛇 可以暂时强化身体 他让我拿着赶紧跑 我喝下之后 果然觉得浑身充满力量 我记得检察官 让队长把这个 送去了他的房间 逃跑计划有变 我要先去把这些东西搞到手 于是我找到了负责人员 我谎称我要送毒蛇 去检察官的房间 想让他帮我开下门 对方一听不爽地 拿起钥匙让我跟着他走 他边走边 骂骂咧咧地嘟囔 打开大门后 他让我把东西放下赶紧管 但我此刻已经凝聚出魔法 我一把掐起他的脖子 发动电击 瞬间他就被电了 口吐白沫倒逼不止 我连忙捡起他的钥匙 随后就是一阵翻找 我在里面的抽屉里面 找到了一支手枪 终于在一阵翻找之后 找到了毒蛇 这东西果然厉害 一直下去就能让人 忘记疲劳和痛苦 差不多了 是时候走了 可就在这时大门传来响动 是检察官走了进来 他看着地上的光头一愣声 我则趁机在一边缓缓出现 我凝聚魔法准备发动电击 可没想到这一击 居然被检察官给躲开了 这下糟了 我的魔力已经不足以 让我再用一次电击了 这时检察官也反应了过来 他直接攥起拳头向我打来 但是我能肯定他说的是假的 但即便如此 我真的能对人开枪吗 检察官指着一边的门 说那边是地下停车场 可以直接通到外面 我按照他的指示 开车驶到了门口 但却被工作人员给拦了下来 我直接掏出手枪 让他把道闸抬起来 对方连忙抬起道闸 随后不断地对我求饶 让我饶他一命 但我知道要是不斩草出根 必定后患无穷 我扣下了扳机 我设定出的 坚韧不拔的精神力 以及冷静和理性 压过了内疚和恐惧 让我能保持清醒 越是面对极端的情况 我越是能冷静 这就是魔法师的天赋 我终于逃出这个黑心工厂了 来到市区的 我看着这里的环境 这里的所有地方都充斥着魔法 也就是说魔法 对这个世界的文明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就在此时疲惫感起来 为了逃命 我费了太多精力了 眼下还是先找个落脚的地方 我找了一家旅店 在来到这里的 一个小时的路程中 没发现有人更多 开出来的车也扔了 这下应该可以休息一下 话音刚落 我就双眼一黑倒击不起 不知过了多久 我缓缓醒来 我只觉得嗓子跟冒烟了一样 我来到旅店的冰箱里 拿出了一罐披菌 接着就大口的喝了起来 我刚觉得舒服了一点 下一刻我就觉得浑身一惯 紧接着我就坐在了地上 感觉整个胃都在翻译 现在不仅头疼欲裂 全身的肌肉 也跟被撕裂了一样 难道这就是 毒蛇强化剂的副作用吗 不过现在想要用这副身体行动 只能暂时依赖强化财 随后我又吃了点东西 看着手里所剩无几的钱 连再住一宿的钱都没有 我需要钱 随即我决定整理一下自己再出门 我把头发剪短 这样他们应该就认不出我 在大街上我想了半天 也没想到能合法赚钱的方法 毕竟这个世界的 我是个连身份证都没有的非法拘留 不如去教训几个坏蛋 直接抢他们的钱好了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 于是我把魔法集中 在耳朵上感受刺咒 没多久我就听到了 两个小偷的谈话 找到了 就在不远处的巷子 正当我起身准备动手的时候 我突然一阵头晕 这若鸡身体我也是服了 我掏出毒蛇吸了一口 顿时觉得神清气爽 浑身充满力 与此同时的小巷子 两个小混混正对一人打骂 因为他把偷到的钱弄丢了 对方毒打一阵之后 就要卸掉他的零件来一看 而就在此时 我直接给两个小混混做了个电子 没想到这么轻松 随后我就在两个小混混身上 一阵翻着 七十多万塞尔 还不错 接着我拿起了一个 类似圆珠笔的东西 那个大叔立马惊恐地 让我别用这个指着他 这个东西是戴克公司出的 激光彩剪机 不过被他们非法改造 拿来到女器用 我听完就把这东西放入了怀野 随即我让大叔 把今天看到的都忘了 接着我又问他这里 有没有什么 没有合法身份 你们做的东西 到了晚上 我来到了一家酒吧门口 从外观来看 就是一个普通的酒吧 但这里实际上 是赏金猎人的聚集 而我也没必要暴露身份 于是我便用魔法整了一下 这个世界能相信的只有自己 来到吧台 我直接开门见山地表示 想找份适合魔法师的工作 就在此时 从里屋走出来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说自己叫杰尼 她得知了我是魔法师后 半信半信 毕竟我的戏狗样子 确实不像是魔法师 杰尼表示 想要见识一下我的魔法 要是我只会一些低级魔法 那就经常打罗斯去了 我伸出左手凝聚魔法 下时间雷电之力便充满四周 杰尼直接被这一幕震惊 因为我并没有像其他魔法师 一样念咒和掐剧 而是意念一动便直接发动 随后就激动地拿出合同 让我签约 这是赏金猎人的工作 事成之后立刻汇款 任务目标是泰勒 他是斯凯文泽的人 三天前试图盗取 阿克莱乌斯公司的安全设备 然后逃跑了 赏金是300万塞尔 我看着资料上 写着拿到了血液样本 于是就让杰尼把血液样本给我 杰尼听完表示 我要是想找血法师的话 建议我直接放弃 因为那群人一单 最少要收500万塞尔 走出酒吧后 我拿出血液样本放在地上 没必要去找血法师 因为我自己就坏 随即我便发动魔法 血链 瞬间魔法便涌进了样本中 下时间就从样本上 凝聚出了一条猙獰的红蛇 红蛇一路急迟 片刻后就在一人背后停下 找到你了 泰勒 但令我没想到的是 泰勒见到我居然直接跑 以我的细口身体跑 是不可能跑过他的 而且远程射击也没什么道理 但是我想到了一个完美的技能 生吧 这一击直接击穿了泰勒的双耳 正当我想上前解决它时 竟然是狙击 还好我以防万一提前 施下了防护罩魔法 随后我连忙发动魔法 强化防护罩 这样一来就算来一发火 见我的防护罩也能撑影 接着我便放出 赶制魔法探知狙击手的位置 人不在一千米的范围内 也就是说 对方要么是在一千米之外开的枪 要么就是用了什么手段 让我的魔力感知不到 不过我已经易了如 这个人为什么会盯上我呢 不对 从刚才防护罩碎裂的位置 和方向来看 那个人的目标不是我 而是泰勒 难道对方想堵住这家伙的嘴 那多半是斯凯文泽派来的 但我对这件事并不感兴趣 我掏出手枪准备打死泰勒 我要在行业里 竖起冷酷无情的形象 这样一来敢妨碍我做事的人 就会越来越省 而且我并不打算 放过那个狙击手 找到了 在我杀死泰勒的瞬间 狙击手的魔力波动有了起 目标位于一千米以内 刚好有一种适合在这个距离攻击的魔法 并且威力还很高 它可以说是象征着电击系的魔法 换雷 看着这一击造成的破坏 这比我之前在游戏里看到的强多了 有这种魔法在手 我完全可以对外宣称自己是雷电法王 来到狙击手所在的楼顶 对方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看来他已经跑了 不过我没必要追上去 刚才那一击够给他一个教训 而且也足够把雷电法王的名号打响了 片刻后我累得半死不活地 将泰勒的尸体带回到了酒吧 酒保老头表示让我从这栋楼的后门进来 这个包裹他会带过去 在我来到后门后发现老头已经先我一步到达 他告诉我以后找他谈试的时候就从后门进来 可能是他上了年纪忘了提醒我了 他让我等待一回 他要验尸 老头看了一会后确定了这个人就是泰勒 他问我要现在就领取悬赏金吗 我点了点头 扣掉10%的手续费 总共270万赛尔 如果你想通过其他途径收款的话 需要支付额外的手续 比如有人要求打到别人名下 或者以债券股票之类的复杂的方式之类 我沉思了一会 看来这里的金融体系和地球差不多 就在此时老板娘杰尼从里屋走不出来 她慵懒的对我说道 你这么快就过来了 看来你很缺钱呢 一般来说这种悬赏的委托杀人在其次 找人最费时间 你到底有什么本事 竟然这么快就拿下了目标 我表示自己是运桥 杰尼文言盯着我的脸看了一会 随后笑道 好吧 既然你这么厉害 我们以后可以多多合作 我淡淡的 你可以立刻给我下一个委托杜 杰尼拒绝道 那可不行 我们要把这家伙转移给阿克莱乌斯公司 之后确认斯凯文泽的动向 还有 我揭查道 也就是说我还没得到你们的信任是吗 真聪明 我们也需要点时间了解彼此 就跟谈恋爱一样 但我知道 他拒绝我好像并不全是因为这个 我转身道 那么我过段时间再来 在我离开后 老头对着杰尼说道 我翻进了斯凯文泽的网络系 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他们拍下了范尺行任务时的画作 当杰尼看到里面的内容后 顿时让他震惊不已 而我此刻来到了这里的仕途书馆 我今天想来分析一下这个世界的魔法体系 此外在结膜系统的作用下 我的身体如同风中残住 所以我还要找一找能够延长寿命的方法 比如和时间相关的魔法 其中的顶级固有魔法体系里 说不定就有什么线索 我一口气找了好几本书 接着打开其中一本查看 八级以上的大魔法师可以对图腾进行变换 确认方式为用左手食指抵住右手掌心 并注入魔力 我按照书中的方法抵住右掌 下一秒我的手中就涌出了魔法 这就是我的魔力图腾了 书上说八级以上的大魔法师 才能改变自己的魔力图腾 不知道八级是什么水平 施展一点魔力看得好吧 随着我的魔力加深 图腾也开始随之变换 虽然我还不知道八级有多厉害 但这副身体的魔法天赋绝对没了数 就这样我从早上一直看到了光环 据我所知魔法被分为两大类 一是固有魔法 二是共用魔法 每个魔法师只能精通一个体系的魔法 这便是固有魔法 这种魔法的特点是专精以及高威力 与之相反 共用魔法没有那么深奥 威力也不及固有魔法 但却不具属性和适用对象 在普遍适用性上碾压前者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里仿佛完全没有共用魔法的存在 那我是怎么施展出来的呢 就算我这具身体魔法天赋一笔 那也没办法使用世界中并不存在的概念 忙活一天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我转头看去 那是一个金黄色头发的美女 她接着对我说道 如果你是想成为魔法师的话 不如直接放弃 萌生希望只会让人痛苦不堪 我看你坐在那里看了一整天的书 有些于心不忍而已 不是泡在书里就能当上魔法师的 你也老大不小了 现在起不太晚了 不如改去学理论魔法工学 在没有加入学派和找到导师的情况下 只能在大学学习魔法 但你完全没有基础是没办法进入大学的 即便走运入了学 通过学校课程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魔法能学成什么样基本讲究天赋和运气 光靠自己是什么都研究不出来的 特别是在一腔热血的情况下 我被她的这番话搞得有些无语 那女人接着说道 对不起 我们素未谋面 我不该对你指手画脚 已经过了闭馆时间 我要整理图书了 希望你能离开 我淡淡的 这是你的经验之谈吗 如果你还是学生的话 现在就放弃未免为时过早吧 不要着急给自己定性 先做好自己力否能及的是怎么样 那女人文言一愣 随后愤怒地将一张名片拍在我的胸口 你这个人真是好不可理喻 我好心劝你你就这么回应我 算了 你之后再来的话 我会帮忙看看你的实力的 我心想这是碰到神经病吗 随后我看向名片 上面写着拉瓦泰伦大学 元素魔法系教授 埃丽丝 这女人居然是教授 我慢悠悠地离开了图书馆 没想到她看起来那么年轻 居然是教授 怎么看她都比我小 我转头看着镜子中憔悴的自己 还是先去买东西吧 我来到熙熙攘攘的菜市场 自己做饭吃有利于身体健康 就在此时我听到了一道声音 可以麻烦你配合一下调查吗 我心中一惊 连忙转头看去 一个警察让正在喝酒的黄毛伸出手 我要冷静一点 应该不是来抓我 可就在此时突然有一个人叫住我 喂 你是犯了什么事吗 你刚才不停地瞟向那边 活生生就是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 我看着一旁拿着机器扫手掌的警察 书上说魔力图腾就跟一个人的指纹一样 原来是通过这种方法进行识别调查的 那女人接着问我来市场干嘛 我表示来买蔬菜 只不过刚才只顾着想别的事情 差点把买菜的事情忘记 那女人有些失望 什么吗 原来你是来我们店买菜的呀 我问道 之前这看店的不是个大婶吗 那女人表示大婶是她请的员工 我回应道 也就是说这些蔬菜都是你种的 没错 种菜是我的兴趣 这些都是我种的 你竟然能为了兴趣爱好种这么多菜 看来是个富婆呀 是啊 我很会赚钱 完全分辨不出她说的是真是假 不过她真是个和这里格格不入的美人 不过管她是何方神圣都和我没关系 那你到底买不买 我表示当然要买 只不过我要想想买什么 那女人递给我一个洋葱说道 买这个吧 这个叫加笔洋葱 可以助眠 你的眼圈比熊猫还黑 应该用得上这个 我文言便告诉她 那就给我拿两颗洋葱五根大葱六个金角 那女人将我要的都装起来后突然对我说道 你的魔力挺特别的 我心中一惊 像你这种魔法师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有些紧张的 我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应该刚来博尔坎没多久吧 否则你这么精密的图腾 我绝对过目不忘 我冷汗直冒 这女人什么来头 她不仅发现了我是魔法师 还看穿了我的魔力图腾 但下一秒那女人就淡淡了 算了 给你一共三万萨尔 不完款后我连忙转身离开 难不成是因为我一直开着防护罩魔法 所以才被她发现了防护罩中流露出来的魔力图腾 不过警察都要用检测器才能读取图腾 她竟然用肉眼看了出来 要么是她天赋异理 要么就是个厉害的魔法师 但不管如何都是个让我头疼的对象 真是没想到我会被一个陌生女子看不见 看来得在魔法上多下点功法 在那之后我就窝在家里好几天前行研究魔法 只求能够提升我所知的共用魔法的技能效力 但是我仍旧没找到有关不有魔法的建筑 至于身体还是老样子 在找到突破性的方法之前 我可能得靠吃药续命 而且为了能够买到更好的药 我需要大量的钱和合法的身份 所以我在第二天来到了杰尼的酒吧 我告诉她我需要一个合法的身份 杰尼表示这需要花不少钱 最少两千万塞 我顿时一愣 杰尼接着说道 不过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我刚好想推给你一个委托 你身为魔法师有的是轻松赚大钱的办法 我点了点头问她这次是什么委托 杰尼淡淡的 这次是企业的委托 相较于赏金猎人之类的委托 企业委托能赚到更多的钱 我知道你更喜欢赏金猎人 但考虑到以后的收入 接一点企业委托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你不会是享受那种追杀疯狂罪犯的感觉吧 我表示当然不是 杰尼指了指后面说的 那就好 我们换个地方详细聊聊吧 这次企业委托的目标 是夏洛特企业在42区域刚刚竣工的化妆品制造工厂 有不少人指正这个工厂计划大批量生产爽肤水之前 进行了大量的人体实验 夏洛特企业就是凭让肌肤再生的抗老化技术打出的名声 有证据显示他们在开发的时候包下了人的整张面部皮肤 说是要创造完美的环境 我有些不解的问道 有这些证据不是足够辩明真伪了吗 我不太明白企业还要委托我们做什么 杰尼回应道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管他是真是假 夏洛特企业不可能仅凭这点流言蜚语就放弃那个工厂 这次委托我们的是巴利兹企业 他们开始涉足化妆品市场 想要打压夏洛特 他们提出了两个任务 第一个是侵入夏洛特内部黑了他们的网络 拿下夏洛特化妆品的制造信息 报酬是三亿五千万萨 要是不想接第一个任务可以接第二个 那就是毁掉工厂让工厂彻底无法使用 这一单是五千万萨 我无语道 第一个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 杰尼慵懒的 没错 想要雇佣技能入侵内部 还能黑掉系统的大佬 三亿五千万根本没门 巴利兹那边就是想看看能不能掉出个蠢货而已 简而言之他们的委托就是破坏工厂 我表示自己了解 可以签约了 摧毁工厂我还是能够做到 杰尼拍了拍手开心的 好的 我来介绍下这次跟你合作的队友吧 我有些不满 你之前可没说有队友啊 话音刚落一到人影就从二楼跳了下来 那人一声奇怪的装束 当一下来他就伸手对我打招呼道 嗨嗨嗨 你好友 我被他的造型雷得不轻 杰尼介绍道 这位是狄伦 是帅属于安塔雷斯事务所的佣兵 也是圈子里出了名的低价雇佣兵 杰尼你怎么能这么介绍我 你不知道第一印象很重要吗 你这么介绍他会这么看我 估计会觉得你是个蒙面神经病吧 杰尼你这句话赏到我了 我上前跟他握了握手自我介绍道 我叫范 是电机戏魔法师 说完我转头问杰尼为啥给我加了个队友 杰尼表示因为他觉得这次的委托不好 所以给我加了个帮手 狄伦皆查道 我自己也没问题了 不过杰尼说还能再骗个人过来 于是我就宣责了警官欺骗 对吧 我有些不悦道 如果下次还会安排队友的话 希望你能提前告诉我 杰尼点了点头表示没问题 我接着问世诚之后我们是平分五千赛了 狄伦出声道 还有粉底杰尼一部分收续费吧 这次的委托是我疏忽在线 就不收手续费了 犯了错之后改正的倒是挺快 虽然他应对的不够 但这真的是他疏忽了吗 说不定是在试探我的底线 如果他真的得寸净 是我到时候再去应对你们 反正主导权已经在我手上了 好了 现在就来 看一看工厂设计图吧 工厂的所在区域名为42区域 与尚未开发的50号以上区域不同 40号以上的区域在设施上 并没有落后于上游区域 工厂所在的42号区域 也算是仅仅有用 就是有点荒凉 我转头对狄伦说道 杰尼好像很看重 他可不是个会情义防弃离异的女人 要是欢座 平时肯定烟警都不扎一下 就拿走收续费 这次之所以不收 估计是觉得和你保持友好关系 更加重要吧 他可从来没这么怼过我 我心想看来他很清楚酒吧里发生了什么 难道他是那种用荒诞行为掩饰内心的类型吗 这时前面的狄伦突然递给我一张名片 他问我愿不愿意收下去 我问他给我名片干啥 狄伦表示就是想告诉我 没必要在一棵树上掉死 我问他是在向我抛橄榄枝吗 狄伦竖起大拇指刀 反正夺人时间末发实验被怀处 何况你过来也不会吃亏 我们是五所的认虽然都有点厚发 但有不少弄大的就跟我一样 当然这件事不可以告诉介绎 我被他的话逗小 话说的倒是漂亮 也不知道你工作能不能完成的这么漂亮 狄伦自信满满的表示敬请期待 此刻的工厂内守卫并不适 准确来说是漏洞百出 狄伦在底下揭查道 毕竟一般来说 燕媚人会献起命唱去招惹侠洛特这种打气 要不是把里兹未托 我才不解这种未托呢 对了 把寿这里的包安都是三八的人 他们不是欠可犯就是销混混 在包安公司里也是性质恶劣的 就算石手傻屌一两个 感觉亮心都不会那么痛 我转身表示准备开始吧 狄伦却让我等下 接着他无语道 你不会打算盯着那张脸直接进去吧 就算他们竟被怂散 你也不用光明正大的宣告自己是睡吧 给你好歹带着这个 我火速转身告诉他我不需要 狄伦却慌张道 你这样太危险了 我告诉他不用客气 狄伦无语道 睡个你客气了 要是你被人盯上之后 他们追查到窝头上该怎么办 我无奈的拉起衣服挡住自己的 这样总行了吧 狄伦这才不再莫及 这次的委托作战计划特别简单 在狄伦闯进工厂后侧 吸引敌方视线的时候 我要通过物流仓库进入内部 直接毁掉工厂 虽然计划听起来没什么特别的 但狄伦这家伙是其中的变数 狄伦先行一步动手 他一个箭步猛然窜出 瞬间他就一把抓住了 其中一个守卫的头 然后狠狠地砸向地面 另一个守卫听到声音回头查看 但狄伦眨眼就顺移到了他的身后 接着就是一轴机 仅仅两秒半 他就解决了两名守卫 霍这小子真有两下子 他对我挥了挥手说道 先勾定了 亮个我 然而他刚说完 另一边的货车旁就传来了报信的声音 在货舱附近 出现了戴着头套的可疑人物 听着那边传来的惨叫声 是我起人忧天了 看来杰尼的眼光还是不错了 我也该开始了 我吸了一口毒蛇 随后奔着仓库走去 门被锁上了 我从怀里掏出激光笔 这东西总算能派上用场了 锋利的激光笔 瞬间就切开了锁头 我小心地打开大门 却发现里面有一个大叔 拿着手枪问我是谁 他哆哆嗦嗦地让我把手举起来 他应该是普通的保安 随即我发动昏睡魔法 瞬间那保安就浑身一震 紧接着就亮腔着晕倒在地 没必要把普通人牵扯进来 我接着发动提线木偶 那保安便自己晃动着向门口走去 我一路向下走去 同时听着外面传来的吵闹声 狄伦的诱饵作战非常成功 看来在得手之前 不会有什么意外 与此同时的外面 李宁保安疯狂地对前方开枪 但下一秒他就被一个包裹砸中 真是臭死了 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藏颖肥来肥去 接着狄伦上前打开仓房 但里面却空无一人 狄伦心中有些担忧 他们不会是 追着窝的末发师对优去了吧 但下一秒他就看到了 一道红外线瞄准了他的脚 紧接着无数道红外线对准了狄伦 只见数十名保安手 拿步枪瞄准狄伦 我献你五秒内趴在地上 否则我们就开枪了 可狄伦却有些兴奋的 这阵仗可太棒了 你们这样聚在一起 算是对我工作优秀的认科对吧 再加上 这样一来我就不用一个一个去招了 狄伦像一个大狼狗一样跳入人群 好了 下一个十岁 而我此刻已经来到了工厂内部 果然让我发现了这个东西 这么大的工厂 不可能没有调节冷暖气的瓦斯社 这么大量的瓦斯榨瓶 一座工厂绰绰有余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也开了开关 看着泄露的瓦斯 接下来只要点火引爆就好了 我伸手凝聚燃烧魔法 想要制造火花的魔法并不难 不过我现在需要等我和狄伦走后 再让这个魔法出发 我还得好好谢谢蔬菜店的那个女人 在遇到她之后 我卯足了静转便共用魔法 想把它们应用起来 并且明白了简单的 共用魔法是可以结合的 现在我要给火花覆盖上计时器 设定五分钟后出发 现在一切已经大功告成 接下来只要逃出去就好了 就在此时我听到了一声巨响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厚重的铁门居然被人砸出一个深坑 紧接着又是一声巨响 厚重的铁门直接被距离横飞 呵呵呵 还真是弄了个稀巴烂呢 我快步向楼上跑去查看 我有些震惊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鳄鱼吗 狄伦淡淡的 好久不假 呦呦 这不是老熟人吗 安塔雷斯那个小鬼过得还好吗 神弄祸铺的 之前他说要出去单干的时候 我还在想那交货哪来的底气 现在看来他还挺有两下子 我们老板确实很有贤俭之命 贤俭之名 相不说那个 你应该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吧 我就是这里的保安 你收了多少钱 不够 也就十个亿 看在安塔雷斯的面子上 我会舒舒服服的送你上路 那可能没那么容易 你能嫌拔旁边的哪个薄人给我吗 你是说这个小玩具吗 看着被扔过来的包裹 狄伦淡淡道 谢谢 不过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个可不算是消弯曲 大人可是恨痛的我 一个月十一工资的鳄鱼保安到底值不值 面对独自一人干翻数十名保安的狄伦 他却丝毫不放在眼里 而狄伦也丝毫不从 拿着长矛就对鳄鱼发起了攻击 但下一秒他就像苍蝇一样被派费 就这点手段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喜欢搞一些可笑的事情 狄伦从包里拿出斧子尴尬的 今天好想不太适合用称谋 说完再次向鳄鱼猛冲过去 狄伦的操作让我震惊两年半 他头这么铁的吗 这下该怎么办 距离瓦斯爆炸还剩两分半 时间太紧破了 狄伦刚才还嚣张的不得了 但现在却连逃跑的余力都没有 也就是说那个家伙是个无比强悍的怪物 总之我先尽力帮帮他 然后尽快抽身好了 鳄鱼对狄伦嘲讽道 你这个小鬼太让我失望了 你现在的水平还不如以前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身上充满了杀气 但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了 狄伦起身阴沉道 不过你这么越来越呛了呢 说完拔出自己背后的双刀 若鹤 现在感受到杀气了吗 必须要更快一边了 闪电灵节 突然鳄鱼的脚下出现数个雷球 眨眼雷电之力就覆盖了鳄鱼的全身 狄伦向后看了一眼 他明白了是我出手了 狄伦知道 现在是打倒鳄鱼的唯一机会 虽然鳄鱼的行动受阻 但他还是砸下凶猛的一拳 狄伦轻松躲过跳向半空准备攻击 然而就在攻击即将击中之时 一条鳄鱼尾巴突然袭来 这次直接将狄伦抽飞 紧接着鳄鱼一把掐住狄伦的脖子 你这个家伙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还有个魔法师朋友 这样才有意思 他确实动了点小脑筋 不过这点伎俩还奈何不了我 先送你过西后 再去找他陪我玩 一路走好 沙包一样大的拳头向狄伦砸去 这一下挨得结结实实 猛烈的冲击力直接将狄伦击飞 连续在地上滚动了两米半才停下 这下可以去找那个魔法师了 而我此刻呼吃带喘地来到了另一处 我的闪电凝结威力都能把钢铁融化 但那家伙吃了我一招之后竟然完好无损 胜负一分 狄伦好像被打到了这附近 走了两步后 我看到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狄伦 这家伙还活着吗 妈妈妈 看来还活着 该怎么把他搬走呢 我按住自己的胸口 只能这样了 力量强化 速度强化 因为我的身体有马那中毒者这个特性 所以会尽量避免往体内输送魔力 但现在不是挑三解四的时候 我扛起狄伦 必须要马上离开这里 这里马上就要爆炸了 而另一边的鳄鱼正在苦苦寻找魔法师 但找了半天毫无踪迹 就在此时他心中一喊 他感觉到了哪不对劲 下一秒我的定时魔法起动 这个爆炸就覆盖了整座工厂 还好我和狄伦已经逃出爆炸范围 我狄个情妙 我感觉我混神的骨头都断了 我转头问狄伦还能不能自己走 接着我颤抖的从怀中掏出毒蛇 随后暴风吸入补充能量 狄伦见状问道 你咋敢吗 那是身体枪滑气吗 听说那万一付作用恨的 你还洗那么多 我淡淡道 这次的委托应该成功了吧 接着我感慨道 我还以为刚刚是人类和怪物之间的对局 但看你现在的样子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怪物 难道擅长肉搏的超人们都和你一样吗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就当你是在夸我了 还有你要是不想在这里自悄悄就快递我起来 我们还得逃跑呢 我不解的问道 你是觉得那个怪物还活着吗 狄伦无语道 这还用问 他肯定还活着 你真的不到那个老家伙是睡吗 你不会直前一只我在神山捞铃修脸吗 他是莫哭的克洛坑啊 与此同时的工厂 克洛坑爬出废墟 他仰天怒吼了 气死我了 我一定要宰了你们这两只冲老鼠 那个老家伙之前是个雇佣兵 退隐后就在魔窟当起了干部 魔窟上下都是高危罪犯和不法之徒 能够得到这种知名国际犯罪组织青睐 机身组织干部足以证明他有多强 我有些震惊 那种怪物竟然只是干部而不是老大 正当我和狄伦想要快速跑路之时 克洛坑就杀气腾腾的追了出来 狄伦见状连忙一瘸一拐的跑路 虽然在这个世界可以利用魔法随意强化自己的肉体 但他这也强得太离谱了 克洛坑对狄伦嘲讽道 你的魔法师朋友不会就是那个豆芽菜吧 不过作为一个魔法师他倒是挺年轻的 我看了眼躺在地上的狄伦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和狄伦是跑不了了 这家伙不会死透了吧 但下一秒狄伦就咳嗽了两声表示自己还没凉透 想要和那个怪物硬碰硬的话就必须要速战速决 一旦战斗变得胶着 打赢他的概率就会无限接近零 克洛坑来到我面前出声道 把工厂炸毁的那个魔法师小鬼就是你吗 没人叫过你不可以炸别人的腿吗 我淡淡的 你又不是人 克洛坑文言仰天大小 狄伦那小子真是带了个没礼貌的朋友来 要是你没破坏工厂我还可以留你一条命 但我收了钱就要替人消灾 这就给你的痛快 看着像我袭来的爪子我不慌不忙 下一秒我便用出了重力凝结 瞬间无数道黑色魔法便缠向克洛坑的四肢 将它牢牢的困在原地 克洛坑也丝毫不慌 他大笑道 这个玩笑开得有意思 这个魔法的重力效果与目标的质量成正 从而抑制目标行动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破解了 但下一秒我就傻眼了 克洛坑只是随便移动 就将魔法撕裂开来 我连忙再次用出数道重力凝结 克洛坑见状也是嘲讽的 这是怎么办 你是觉得这几条绳子承受不住我的力量吗 你在稍等片刻 不等他说完一股魔法便缠住了他的嘴 总算安静了 不过仅凭这一招根本打不过他 我要把剩下的魔力全用出来背水一战 仅仅两秒半克洛坑就挣脱了我的重力凝结 他嘶吼着要把我碎尸万段 我用尽全力凝聚魔法 但可抱歉了 我可不会乖乖等死 现在正值生死关头 我也不会再有所保留了 克洛坑一个剑步向我冲来 而我则将手中的魔法拍向地面 凝霜之魂 瞬间周围的温度急速下降 强硬的冰魔法将克洛坑动成一座冰雕 冰完后我差点当场晕倒 我的魔力已经见底 一旁的狄伦痛苦道 冻死窝了 窝门快删吧 趁那的枪倒厉谱的老家伙脱身之前赶快跑 我擦了擦汗表示认同 可刚说完一旁就传来了冰破碎的声音 竟然这么快 狄伦见状出声道 我们必须在塔扯地挣脱之前敢吊塔 我表示这还用他说 但此刻我体内已经基本没有魔力了 这下该咋办 紧接着我灵机一动 看来要用这个决一胜负了 这是只需要少许魔力就能发动的 专门用来辅助远程武器的共用魔法 也是魔枪师广泛使用的射击组合魔法 我对手枪施加穿透性强化 轨机又倒 炮弹加速 这把手枪承受不住魔力 不够无所谓 反正这是最后一击 与此同时 克罗肯已经震破了一脚露出了眼睛 我接着又给手枪施加辅助瞄准 随后打出一发超级特制子弹 子弹直奔克罗肯的眼睛吸去 这一下打得结结实实 也让克罗肯彻底挣脱了我的冰魔法 狄伦在一旁感慨道 说要一决胜负 真没想到你会逃出来一把墙来 你竟然瞄准了他的烟颈 真是惊认 这次是不是成功了 此刻的我连手枪都拿不稳了 我虚弱道 希望成功 我已经没力气反击了 可当浓雾散去 克罗肯居然毫发无伤 克罗肯阴森道 刚才的那一招很不错 但很可惜你输在了变手术吗 这家伙居然用眼皮夹住了子弹 刚才那一枪可是我施加了四种射击组合魔法 结果他竟然只用眼皮的肌肉就接住了子弹 我忍不住说了一句太变态了 克罗肯文言大笑道 你说的没错 连我自己都不觉得我是个普通人 说完他睁开右眼 子弹也随之掉下 接着克罗肯恼怒道 不过还是有点疼的 我尝试凝聚魔法 但此刻的我已经游进灯窟 事已至此只能硬钢了 我掏出激光刀 克罗肯握起双拳杀气疼疼的 刚才说的给你的痛快这句话 现在作废 给克罗肯跳向半空 随后便向我俩冲来 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了吗 冲剧爆炸声传来 物体魔法瞬间被打碎 但惊奇的是我居然还活着 原来是一个女人倒在了我的面前 鳄鱼克罗肯出声道 说完他弹开克罗肯的攻击 你不会觉得自己把整座工厂都炸了 还能不被人发现吧 我还以为魔窟那边会消停一段时间 你们把42区搞得天翻地覆 到底想干什么 克罗肯闻言一脸问好 接着他连忙出声道 等等一为零 你这就冤枉我了 炸了工厂的不是我 是他们俩 狄伦连忙摇头表示不是我们干的 克罗肯你少给我放屁 你是说那两个差点被你打成肉泥的家伙 炸了工厂 就凭那个蒙面变态 克罗肯也是一阵无语 好吧 比起说我没能拦住那两个小鬼炸工厂 确实是我亲手毁了工厂的可信度更高 接着他转头说道 随你怎么想 反正我不干了 我签约的合同里又没写要跟市政府的要员打 我可不想自讨苦吃 我有些震惊 他竟然主动避战了 也就是说这个女人也是个不输他的超人吗 一为零问我俩有没有受伤 我表示托你的父我们没什么事 多谢相救 一为零摘下口罩转身道 不用客气 这是我分内的事 看到他的脸后我有些惊讶 他居然是那个卖菜的美女 一为零对我伸手说道 你还能起得来吗 我连忙颤颤巍巍的起身表示自己可以 这时一为零疑惑道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火令道 有吗 我没印象 虽然我猜到他不会是普通人 但没想到他竟然是个精英 之前他说自己很会赚钱看来不是在吹牛 一为零转头道 应该是我认错了 你们的魔力图腾一点都不一样 上次被他看破已经让我长了个教训 我可不会在同一个坑里栽两次跟头 每次用魔法的时候改变魔力图腾 还是挺有效果的 一为零戴上口罩接着说道 我奉劝你们一句 尽量不要和魔窟扯上关系 否则小命不保 说完便一个剑步跳向半空 狄伦兴奋道 末发石打刃 我们的运气太赞了 我揉了揉发酸的胳膊不满道 这次的报酬你可得多分我点 我心中暗想 要是狄伦能快点从工厂脱身 我们也不至于陷入苦战 他又没从跟克罗肯的战斗中争取时间 还说我们是运气好 真是可恶 狄伦拍了拍我肩膀笑着说道 行啊 毕竟你救了我一命 那我就六亿千万塞日 其他的都比你吧 那四千万就是你的了 好对又 我明明多分到了钱 为啥还会有种吃亏了的感觉呢 狄伦见我又开始吸药剂出声道 你又在吸那个啊 对身体不好了 你还是和我一样练练肌肉吧 就算这把贺行肌肉去练后 那小郭都失分 我打断了他的话 闭嘴 回到家后我上土下泄了三天三夜 就连走路都颤颤巍巍 工厂任务已经结束一个星期了 不知道是因为我身体的马那中毒者特性 还是因为服用了过量的毒舌 在病倒的这一个星期里 我有整整三天没合眼 这样下去可不行 我需要能克服一切困难和危险的力量和意志 首先我不能再吃这些加工食品了 要自己做饭好好吃 还需要买更好的药 总之先去拿报酬好了 再见到我后杰尼开心道 这不是我们店的贵客吗 这十天你跑哪去了 怎么连个影子都没有 我表示去处理了点事情 是吗 要是你死了我就不用给你钱了 真可惜 我反驳道 这个玩笑可不怎么样 不过我这十天确实是被马那中毒的副作用折磨得差点凉凉 不过我没必要说这种话受人以禀 看着翻找的杰尼我问迪伦呢 杰尼拿出一个箱子淡淡的 他委托完成当天就来过了 还说约好要分你四千万 手续费已经算在迪伦头上了 你不用担心 巴利兹那边还给了奖金 你数数看 这里一共是六十张一百万萨尔的纸币 总计六千万萨尔 我有些好奇 居然还有面额一百万萨尔的纸币 杰尼解释道 这是上头的人为了方便彼此表示诚意制造出来的货币 当然也是我们的新头号 总之这次辛苦你了 听说你差点死在那个鳄鱼老头手里 我点了点头 要不是最后有人出手相助我就真的凉凉了 接着我问道 你听说过伊维林这个人吗 杰尼思考着说道 我只知道他是市政府的直属要员 你可以把他当成由市政府投入巨资亲自管理的武力队员 我接着问道 那么鳄鱼所属的魔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魔窟是个被犯罪集团还有杀人魔凤为贵族的组织 他们只对自己心仪的人发出邀请 外界基本没什么关于他们的情报 我们能知道的只有像克罗可那样本来就很有名的家伙 要是遇到他们 几乎就和遇到天灾差不多 运气不好的话可能连小命都丢了 运气好的话就能像你一样活着 不过这座城市本就如此 原来如此 怪不得迪伦面对死亡的时候还能那么干定 这时杰尼递给我一张纸条 你上次不是问我能不能帮你伪造身份吗 我已经打好招呼了 你直接过去就行了 等你搞到身份之后就开通个银行户头和手机号吧 你知道准备这么多现金有多难吗 我收起纸条淡淡的 不过我能再麻烦你一件事吗 片刻后我按照杰尼给我的地址来到了一个房间 一个光头大汉转头问是谁 我表示是杰尼介绍我过来的 他对我说要先交钱 我递给他后内人有些惊讶 居然是面额100万塞尔的纸币 这可是稀罕我 这么大面额的纸币可是专门为高级管理阶层制作的 普通的银行都很难有这种纸币 看来杰尼很看重你啊 说完胖子便转身表示自己要先登录博尔卡的户籍系统 我问他是要把系统上的信息全部改掉吗 胖子否认的 不是 只修改最基本的信息 比如个人情报 姓名和年纪以及照片 而且并不是直接修改 只是让输出的信号自动变更而已 也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伪造身份 拿来当土通的身份证没什么问题 但要是有人特地去系统上查的话 造假是会立刻曝光 不过也有更加完美的方法 那就是收买系统管理人 让他直接帮忙修改身份信息 不过这种好像需要四一赛 过了一会后胖子告诉我好了 照片可以在这里拍 接着他问我想要登记什么名字 我思考了一会说道 叫张是非好了 我需要一个对外的身份 毕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抛弃犯这个身份 这也是为什么我过来的时候又一了如 想要长长久久就要做到有备无患 片刻后我拿着身份证走在大街上 这是我穿越到这个世界后 第一次拥有在这里落地生根的感觉 而我手里的身份证便是证据 虽然姓名长相统统都是假的 而且还处于身弱扶贫艰难前行的境地 但我确实生活在这里 今天才有种自己的存在被认可的感觉 我拿起手机给杰尼打去了电话 接通后我告诉他以后 通过这个号码联系我就好 杰尼有些无语的说道 就算你只有想接活的时候才找我 但你办手机号花的时间也太久了吧 找遍整个博尔坎估计都没有像你这样 花一个月才开通手机号的人 我看你纯粹就是个 才会知道蹲在深山老林前行修炼的魔法师 不过要是想在这个地界接活 我建议你还是找一份名面上的工作 比如那些简单的兼职 毕竟要是一个无业游民的银行账户里 有一笔来路不明的钱 很容易就会被盯上 再加上你一直接活的话钱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要未雨绸缪你说是不是 我思考了一回 虽然我还没想好要不要继续跟他合作 但在进一步了解都市的生活方式之前 有他安排工作也不错 这次的事以后你的名声已经传出去了 说不定之后还会有人指明委托你 总之以后说不定会有符合你胃口报酬 也更加丰厚的委托 敬请期待吧 说完杰尼便挂断了电话 虽然杰尼态度温和了很多 但我现在只能和他合作 还没办法完全信任他 他一定从狄伦那边听说了 我能使用冰冻魔法的事情 可他却没跟我提过 我们互相都治疗有必要的话题而已 接下来我要去办另一件事 那天我问杰尼知不知道从哪能搞到毒蛇 杰尼接过我手中的毒蛇后说道 知道是知道 不过你之前一直都在用这种便宜货吗 这东西的副作用会毁了你的 稍等一下 我给你介绍在30到39区域做生意的毒蛇专家 也不知道你去没去过那附近 那边和这里的氛围完全不一样 那里有游乐园 度假村 港口和工业区 可以说聚集了所有占地面积广的设施 你去31区域的这个地方看看吧 我拿出杰尼之前给我的纸条 他只回答了我的问题 并没有问其他事 也不知道他是想隐藏自己的心思 等日后在我背后捣刀子 还是打算帮我保密想和我长久合作 当然 在我们彼此把底牌亮出来前这个问题并不会有答案 但我并不打算坐以待笔 片刻后我来到了杰尼告诉我的地点 这是一个植物园 既然是杰尼介绍我来的 那我就以范的身份去会议会这个专家吧 这个植物园仿佛是一座巨大的丛林 博尔坎竟然还有这种地方 我按照杰尼标记的地点一路向里面走去 我走进了一个花店 花店的里面有一扇铁门 应该就是那里吧 我打开大门 那是一个地下室 我顺着楼梯向响里面走去 在闻到空气中的气味后 我确定了这就是毒蛇 看来没找错地方 我推开大门 里面的房间充斥着绿色气体 里面一个老头沙哑着嗓子问道 什么人 我淡淡道 是杰尼介绍我来的 那老头愣了一下后悔道 你是说在49区域卖酒的那个小丫头吗 我点了点头 老头阴沉着说道 真是意外 我可不记得 给过他向我介绍客人的资格 我顿时一乱 但随后老头就摇头道 不对 我还没有有钱到可以对莱克挑三拣四 反正我只要能交货拿钱就够了 说吧 你来果园做什么 我不卑不亢道 在那之前 我想知道果园为什么会建造在植物园里 老头拿起一朵红色的花 问我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 老头解释道 这是一种叫黑法师的植物 它拥有强身健体疏通经络提升经历等功效 这座植物园里到处是这种材料 我何必跑到别的地方做生意 我点点头表示原来如此 接着从怀里掏出毒蛇 我想要和这个效果差不多的东西 你这里有骂 老头拧开平身说道 是手动按键式毒蛇 接着老头向口中滴了一滴 再品尝一会后 老头就将其吐出 这就是个廉价货呀 你为什么要找这种垃圾 而且它强化身体的效果应该也很弱 我回应道 我觉得它有助于提升魔力 老头文言上下打量了我几眼 你会使用魔力 你看起来不像是会肉搏的人 我表示自己是魔法师 老头疑惑道 那这就说不通了 如果你是通过用魔力提升体能来战斗的话 这种身体强化剂还有效 但如果要提升使用魔法师需要的魔力 应该派不上什么用场才对 更何况你用的强化剂这么差 效果就更别提了 虽然坊间有传闻说厉害的魔法师 使用毒蛇之后 有可能会得到惊人的效果 不过也不知道这个传闻是真是假 而且你年纪这么小 应该不是那种厉害的魔法师 毕竟修炼魔法要花费很多时间不是吗 我心中暗想 原来是这样 难怪毒蛇对我有这么强的效果 要是能得到更好的药 那绝对会让我如虎添翼 老头将毒蛇扔进垃圾桶出声道 总之这种垃圾效果差对身体也不好 属于副作用很强的强化剂 你还是买点别的吧 我表示那就给我来点价格高弹副作用小的强化剂吧 老头问我预算是多少 我掏出两张一百万塞尔的纸币 他在八台前 接着他转头对九宝老头问道 你觉得范是不是以为狄伦什么都没看到啊 看他刚刚的表现也看不出有什么端倪 老头回应道 应该不是 毕竟魔法师可是明察秋毫不放过任何可能性的人 是吧 就算是狄伦那个糊涂 但也不至于分布清电和兵吧 也就是说范不是单纯的电机系魔法师 可他为什么要对我们隐藏实力呢 老头文言出声道 你很看重他的能力吗 先不说能力如何 他的性格是真好 你有见过像他这样好说话的魔法师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 当你也不要操之过急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给他介绍好工作 切 我也知道 那是不是给他介绍企业委托比较好 老头反问道 你觉得这次死里逃生的范 真的会觉得企业委托比较好吗 杰尼挠了挠脸心想 他最近看到爬行类能不犯出就不错了 老头表示这段时间 可以给他安排犯罪集团和佣兵那边的委托比较好 杰尼盯着电脑屏幕出声道 犯罪集团好像不太合适 还是佣兵好一点 而且有和狄伦这种高手合作的经验 他应该也不会太抗拒佣兵那边的委托 要是介绍魔法师建案的话 佣兵事务所那边也会举双手赞成 毕竟还能接机和被雇佣的魔法师搭上线 对他们来说绝对是长满赚不赔的买卖 老头叹了口气道 杰尼 虽然我现在受凯赛的委托帮你做事 但我不可能帮你一辈子 你很会审视多事人也聪明 但你要记住 脾气太极会坏事的 杰尼勇懒地比划了一个OK的手势 表示自己明白 老头只能无奈叹息 而我这边老头拿出了一个箱子 表示这种强化剂很符合我的要求 这是凯修艾德107 可以强化身体激活魔力提升精力 效果可以持续6个小时左右 药效结束之后的副作用有头痛呕吐 还有较低的几率可血 副作用算是比较少的 东西也不错怎么样 我有些无语 这么多副作用竟然还算少的吗 老头表示200万塞尔这个价位的货 这一款算是副作用最少的了 我敲了敲瓶嘴出声道 这个跟我之前用的强化剂的过滤装置不一样 老头表示这不是按件事 而是用魔力启动的新款 我文言回应道 那这个和我之前用的好像差不多 但老头却愤怒地喊了 你怎么能用那种垃圾和我的产品品 你难道不知道他们生产的 就是一堆用化学制品填充的便宜货吗 我的产品都是用特级天然草药制作的 我被这句话逗小 接着我拿起盒子表示自己先告辞了 老头挥了挥手喊着欢迎下次光临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一个雇佣兵团长正在发火 他面前的桌子上摆放着两张辞职信 俄雷叹气道 这个嫉妒好不容易雇了两名魔法师 结果他们俩竟然同时走人了 一旁的红发男威安出声道 我一开始就劝你不要太折腾他们的队长 俄雷愤怒地一拳砸向桌面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又没让他们干过什么脏活累活 从头到尾都是把他们供起来伺候的 我只求他们撑过这个嫉妒而已 基带尔对一旁的光头说道 看来对那两个弱不禁风的魔法师来说 这个工作还是太辛苦了吧 光头艾克点了点猴出声道 是啊 反正事已至此 你也没必要再生气了 德雷福娥说道 可这次作战必须要有魔法师协助 我现在要去哪里招人了 基带尔你要试试吗 就在此时桌子上的手机响起 德雷接过电话 是杰妮打来的 杰妮问德雷需不需要魔法师 德雷激动道 需要 我们现在刚好需要两名 杰妮表示可以介绍一个魔法师给他 德雷闻言失落道 就一个呀 杰妮自信道 你不用担心 他可比两个普通的魔法师还要可靠 我跟你保证 这个魔法师 和我迄今为止见过的魔法师都不一样 回到家中的我开始参悟魔法 我准备给自己的房子施加结界术式 一般来说这种术式需要在画出魔法阵后 通过精妙的仪式进行 但只靠集中精神也可以给空间注入魔法 打造出包裹一定空间的魔力球体之后 再在球体表层施下安保魔法 添加上有人入侵时 就会触发14次的连续电击 以及闪电凝结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之前住宾馆只能搞一些最基本的保护措施 现在有了房子就可以做好万全的准备了 为了将来的生活 第一步已经准备就绪了 就在此时桌子上的电话响起 是杰妮给我打来的电话 杰妮告诉我有活了 让我一回去找他 有了手机之后确实方便了很多 还能根据新闻判断博尔坎这座城市的情况 我看着手机上的新闻 夏洛特制造工厂受爆炸事故影响 无法推出新品 警方称已通知工厂 办进两公里以内的居民避难 并没有造成伤亡事件 原因是工厂内部瓦斯泄漏导致爆炸 也就是说工厂的相关人士 想把这次的事故塑造成一起意外 给企业办事就是这种感觉吗 算了 好歹事情办得干净利落 报酬足够高也没有后顾之忧 虽然任务结束之后没有隐患确实不错 但一想到在我看不到的地方 还会存在一些其他狗荡 我就觉得有点不舒服 以后再接企业委托时得更加小心 还有克罗肯那个家伙 我才开始这份工作两个月 就遇到了魔窟这个犯罪组织 就算我这具身体在魔法上面天赋过人 也根本不是那种怪物的对手 要想在这个世界活下去 除了魔法之外 还需要摸索出更多手段才可以 我走向床边 接着打开了床上的包裹 这就是我做的第二手准备 真期待他的表现 片刻后我来到了杰尼的酒吧 杰尼对我介绍道 这次的任务是科林凯尔雍丁事务所的委托 他们计划夺回一栋建筑 为此需要魔法师提供火力支援 我问道 所以这次的单价才这么高吗 杰尼回应道 雇佣魔法师本来就不便宜 你应该也发现了 这个世道的魔法师就是供不应求 我淡淡的 我还以为下一次合作的佣兵事务所 会是安塔雷斯呢 给我说下这次委托的细节吧 好的 首先有一个叫斯卡文泽的 下三浪混混集团 他们占用了原本用于金融咨询的 联合办公室 并且在里面非法使用发电设施 金融公司那边担心交易信息会被清零 所以没使用断路器直接被赶了出来 而这次夺回办公室的委托 由科林凯尔佣兵团成接 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行动了 也就是说那家金融咨询公司 雇佣的佣兵想要雇佣我对吧 提供火力支援的话 具体要做什么呢 工作内容很简单 就是像你这样帅气的魔法师 在他们身后适当用点魔法就好 我沉思了一会 杰尼健壮出声道 你要是不想和雇佣兵合作 我还有别的工作推荐给你 毕竟从老鳄鱼手里活着回来的魔法师的故事 在这个圈子里还是挺出名的 不过如果我是你 我会选择接下科林凯尔那边的委托 因为佣兵们很在意钱的问题 不会随便赖账或者客扣 我有些疑惑道 难不成经常有人赖账或者客扣委托费吗 姐你解释道 这个圈子到处都是混混和垃圾 有的是事情一办完就拍拍屁股闪人的混蛋 当然 正因为可以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我这种有能力的人 才能以成信和安全为卖点收手续费呀 而且是从客户和接单人员两边收哦 我被他的话逗笑 随后抬头道 我接下了 任务地点和日期你发我手机上 时间来到第二天 科林卡尔拥兵团已经准备好作战 但他们正在等待魔法师的到来 德雷看了一眼手表焦急道 他也应该来了呀 维安出声道 队长 你觉得这次的魔法师怎么样 德雷叹了口气道 听说是个实力不错的电击魔法师 杰尼那个泼辣的女人说 就算是死也要收我二百万塞 那就只能相信她的眼光了 基戴尔疑惑道 电击魔法师 好厉害呀 难道是个在魔法研究领域 深耕了很多年的人吗 德雷表示他也不知道 不过实力应该是可靠的 至于性格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就在此时艾克向德雷示意 维安开心道 总算来了 但下一秒他就愣在了原地 基戴尔不可置信道 德雷 不会是那个孩子吧 而来人正是我 我吃着早饭闲听幸福地来到了他们面前 我问他们是不是克林卡尔拥兵事务所的人 德雷问我是不是饭 我淡淡道 看来我找对地方了 说完我继续大口大口地吃着三明治 基戴尔无语地对我喊道 喂 马上就要开始作战了 你在干嘛呢 我无所谓的 在吃晚饭了 你看不出来吗 为了健康着想必须按时吃饭 哪怕是难吃的要死的采交三明治也必须吃下去 基戴尔恼怒地对我喊道 谁问你这个了 但德雷拦下了他 随后对我说道 我们只雇佣你一个人就花了两千万塞 希望在接下来的作战中我们不要拖彼此的后头 我点了点头表示自己会尽力的 德雷摆了白手说道 既然魔法师到了 我们最后再来说明一下作战计划吧 德雷打开电脑放出投屏 之前已经跟各位介绍过了 现在我就简单说明一下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让三楼楼顶的发电设施服务器能够正常使用 通往三楼的两条路线 电梯和楼梯 全部由斯凯文泽的三个支部组成的武装团伙把守着 虽然这些人并不难对付 但因为他们那边还有魔力使用者 所以我们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威安带领第二分队入侵屋顶 处理掉敌人之后检查服务器是否能正常运转 第三分队由我和艾克带队 负责突破一楼的防守 第一分队听从基带尔的指挥从二楼窗户进入内部 将斯凯文泽的人逼到楼梯附近一网打尽 之后从屋顶向下一动的第二分队 以及从下网上移动的第一第三分队 全都重塑同样的作战方式 听明白了吗 我站在一旁分析道 他叫德雷是吗 他的语速虽然快 但咬字清楚 而且非常沉着冷静 也占司令官的资质形容的就是那种人吧 德雷接着说道 至于魔法师的话 请你在我们第一波进攻的时候 尽可能提供火力支援 之后跟着第三分队在后方支援 我点了点头表示明白 德雷见状大喊道 好了 即刻准备作战 男人花两千万雇佣魔法师 可来的却只是个矛头小子 这让他内心有些不安 要知道厉害的魔法师年纪都不小 毕竟参悟魔法时间很耗费时间的事情 但他也只能选择相信对方 因为任务马上开始 就算想换人也根本来不及 而且这个世界魔法师极为稀少 队长德雷在交代完战术后宣布行动开始 傭兵们顿时气势满满的大喊明白 随后全部开始检查武器 在这个能用魔力强化肉体的世界里 还有能将威力发挥到最大化的近远距离武器存在 并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只不过人们会在某个瞬间 无比期待名为魔法的奇迹降临 所以这个圈子里的人 才会那么渴望魔法师的存在 此刻任务目标的大楼戒备森严 德雷对我说道 虽然可能性不高 但对方也可能雇佣了魔法师 如果你感受到其他魔法师的气息 请立刻告诉我 我点了点头 就在此时我看到了一条线 这应该是魔力制作的视觉延伸 看来有人在打探我们这边的兵力 既然如此 我伸出手抓住那条线 只要沿着这些脉络 就能轻而易举地找出对方魔法师的位置 我的魔力随着这条线不断延伸 一直延伸到对方的施法起点 我灰心一笑 找到了 只要彻底摧毁对方正在施展的魔法 那么这股冲击力便会全部涌向施法者 守在附近的守卫看到魔法师倒下后惊慌不已 而我则不慌不忙地对德雷说道 对方的魔法师刚才对我们使用了探查魔法 不过我察觉之后就立刻顺着他的魔法制服了他 你们现在可以进攻了 德雷伸头向前查看 正如我所说 此刻大楼内的守卫全都乱成一团 德雷大手一挥表示行动 回首的暗人瞬间扔出两颗烟雾弹 烟雾弹精准地扔在了守卫的中间 紧接着烟雾开始弥漫 伴随着对方惊恐地喊着有人袭击 楼上的守卫顿时举起步枪准备射击 而德雷拥兵团的其他人已经到了他们面前 我从怀中掏出毒蛇 让我来试试这新款的效果如何吧 在吸入后瞬间我的身体就充满了活力 德雷刚刚说让我在第一波进攻的时候 尽量提供强力的活力支援 雷电魔法瞬间就干翻了最前方的守卫 包括二楼的火力威胁 德雷众人被这一幕吓了一跳 维安惊喜地喊道 太牛了 他把对方全干翻了 短暂的震惊后 佣兵们就冲入了对方的阵型当中 德雷大声喊道 他们的队形乱了 立刻趁现在闯进去 德雷一刀砍翻一人 但另一人的攻击也到了眼前 德雷侧身躲开 紧接着一枪抵在对方的下巴 随后就是一个黄金到头 一旁的维安挡下对方的砍刀 接着用力弹开对方并嘲讽道 竟然拿着这么锋利的东西 挥来挥去 多危险啊 说着另一只手的甩棍砸向对方 但被其躲开 那人得意地喊道 有破绽 可下一秒 威安就将手中的锦棍向后甩去 这一下狠狠地砸在了对方的腮帮子 疼得那人松开手中的刀去无阻 威安挥动手中的锦棍 这才叫破绽 但与此同时 楼顶的一名守卫已经瞄准了威安 下一秒他就被人一枪爆头 是鸡蛋儿 竟敢盯上我们的老妖 但下一秒 鸡蛋儿就发现了危险 此刻从大楼内又涌出了数十名守卫 举枪对准德雷 而鸡蛋儿的狙击枪 根本不可能同时杀死这么多人 不过鸡蛋儿并不慌 只见两名举着盾牌的人 一个剑步窜到德雷面前 替他挡下了到来的枪林弹 在挡下第一波火力之后 二人用尽全力将盾牌扔出 你不要过来啊 这一下成功地干翻了门口的守卫 但眨眼就又冲出来数名守卫 德雷冷哼道 速战速决吧 没有多余的废话 双方一触即发 就在此时德雷看到了 对方中间站着的人气场有些不同 但下一秒那人就消失在原地 德雷心中一惊 他冲着魔法师去了 那壮汉不屑道 那个变击魔法师就是你啊 我要杀了你逆风翻盘 他手中的军刺毫不留情地向我刺来 作为一个身交体弱 没有近战能力的魔法师 在战斗中被刺客近身了怎么办 当然是掏出真理 大块头也没想到我会掏出一把枪 看着倒下的壮汉我很满意 效果不错 这把枪承受住了 我在一瞬间施加的三个射击魔法组合 整体表现非常稳定 这把新左轮手枪还挺好用的 德雷慌张地来到面前问我怎么样 我表示这都小事 我会负责自己的人身安全 你不用顾虑我 德雷点了点头 同时心中有些震惊地想到 刚才的射击虽然泛扇可沉 但他掏枪扣动扳机的动作行云流水 连我都不一定能模仿 鸡带尔惊讶道 难道最近有名的魔法师们都很会用枪吗 维安则喊着好哭哦 德雷小声嘀咕道 看来魔法师的身价又要提高了 此刻入口的敌人已经被清理完毕 德雷便吩咐大家前进 鸡带尔的第一分队直奔二楼而去 他们一个先是跳上二楼 然后甩出钩锁固定 紧接着他们打碎二楼窗户 各位队员 掩护第二分队上去 瞬间这间狭小的房间 就出版了子弹纷飞的身体 维安剑撞便带领第二分队前进 德雷一马当先解决数人 我则不紧不慢地在后面跟随 在看见没凉透的人时 我直接赏拍一个电聊 一楼的敌人已经清理完毕 德雷打开对讲机 告知了另外两个队伍自己这边的情况 接着他问鸡带尔那边是什么情况 鸡带尔出声道 这里是鸡带尔 第一分队仍与敌人对峙中 暂时无法使用对讲机联络 下一秒对讲机中就响起了交火的声音 德雷急忙问鸡带尔那边发生什么事 但对面却了无音讯 不过仅仅过了两秒半对讲机就传来了声音 二楼清理完毕 抱歉 最后一个人像个老鼠一样躲躲藏藏 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处理掉 德雷松了口气道 好的 接下来由第三分队和第一分队一起清理三楼 收到 咱们速战速决吧 紧接着我们一群人就冲上了三楼 片刻后三楼便被我们清理完毕 德雷偷瞄了我一眼心想 事情能这么顺利 那个魔法师功不可没 在我们进入建筑前 他一个人就除掉了敌方百分之十的兵力 可靠的魔法师果然杀伤力惊人 就在此时 鸡蛋来到德雷面前小声道 那个队长 我们能不能把那个魔法师挖过来啊 德雷转头没好气道 团里没钱 鸡蛋不满道 那我们就省下雇佣那些废物新人的钱 然后用来投资他多好 我看他一个就能顶四个 要是能和那种魔法师一起工作 肯定会特别轻松有效率 到时候我们事务所也会更有名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赚得盘满钵满了 等到赚了大钱 便成了有钱人 德雷无语道 对出声道 维安三楼清理完毕 其他敌人也处理完了 我们现在就上楼顶和你们会合 但对讲机中却突然传来刺耳的响声 维安虚弱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传了过来 对 队长 这暗话还没说完对讲机便没了信号 德雷急忙起身向楼顶冲去 我表示你们先过去 我随后就到 说完他们便急忙的冲向楼顶 而我爬到了楼顶之后 直接没了半条命 这副若基身体太差了 当德雷他们来到楼顶之后 却并没有遇到想象中的攻击 整个楼顶躺的全是第二分队的人 德雷急忙跑到维安面前查看伤势 随后大喊给伤员使用再生药剂 再生药剂虽然贵 但也比不上我们队员的性命 随着药剂的使用 维安的伤口逐渐愈合 维安虚弱道 对不起啊 队长 德雷安慰道 没什么好道歉的 你能坚持下来就很不错了 我在一旁观察着局势 这是什么情况 虽然第二分队的所有队员 都跟维安一样受了致命伤 但他们都没有当场毙命 除非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人 否则基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既然是这种高手 那他没理由再打伤所有人之后逃跑了 我思考了一会后出城堂 凶手还在这里 我的这句话顿时让拥兵团的众人开始慌乱 德雷转头对我说道 魔法师 维安就拜托你了 我点了点头 德雷起身对众人喊道 先转移伤员 然后其余人员保持警戒状态 场中竟然有序地开始各自执行任务 德雷咬牙切齿道 他到底藏在了哪里 而在不远处的瞭望塔上 一道人影突然出声 真是意外啊 我猜到或许会有客人来 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德雷举枪怒喝道 你这个混蛋 把我的团员伤成这样 还在坐在一旁 看着他们等死吗 对方无所谓道 你知道我们这次行动 投了多少钱进去吗 斯凯文泽召集了三个支部 榨干了所有资源 来为这次行动做准备 我们强占了能连接 53区域恶税金管理系统的服务器 还给几十名负责人塞了钱 才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 德雷怒斥道 你疯了 难道你们要动博尔侃市政府的储备金吗 男人冷笑道 没错 不过我们根本不需要去招惹市政府 光是如同傀儡一般的区政府 就管理着数十亿塞尔的资产 只要我们选一台正规发电设施 干扰53区域电力里供给的稳定性 那系统的安保也自然会跟着出岔子 我们不过是利用一下腐败不堪的机关自身的漏洞 就这么让你不爽吗 德雷淡淡道 这个嘛 我只是觉得这门生意不适合一个退役军人来做 男人笑道 我从前线退下来已经三年多了 我还以为自己已经不再像个军人了 看来都是我的错觉 德雷表示你身上散发出的精妙杀气 就足以说明你绝不是个普通罪犯 我并不打算追究这件事的对错 也对你们斯凯文泽费了多大功夫没兴趣 我之所以会在这里 只是因为我们接了这个委托 仅此而已 男人回应道 无所谓 我当初开始的时候就没想过就此收手 因为区区一个拥兵团就放弃 未免为时过早 接着他向身后伸手 掏出了一颗红色丹药 德雷连忙下令开火 可男人却速度飞快地跳下来瞭望他 在空中他咬碎那颗丹药 落地后他居然完全变了无恙 面对枪林待遇的攻击 他居然瞬间就到了持枪的汉森面前 然后一爪子就刺穿了汉森的胸膛 接着他冷声道 你们就不好奇我 为什么没有杀掉仙上来的人吗 说完一把将手中的汉森甩飞 一旁的戴玲惊恐道 他把汉森的心脏给 男人接着颠簧道 因为想要使用力量 就需要鲜活的燃料 看来他用的是黑魔法 他这么渴求人肉 估计是吸血鬼族或者血腥杀戮者 我记得这种能力的副作用很强 难道他想直接一决胜负吗 在吃掉汉森的心脏后 男人出声道 只有这个果然不够 说完他抡起手中的刀 随后向戴玲冲去 艾克一马当先的挡在了戴玲面前 可男人紧紧一刀 就砍碎了艾克手中的盾牌 接着男人顺身来到戴玲的身后 伴随戴玲惊恐的眼神 男人一口就咬断了戴玲的脖子 这家伙的味道不怎么样啊 德雷剑撞连忙让众人围攻 面对冲过来的众人 男人兴奋的喊道 你们会是什么味道呢 继续射击不要停 挨了竖枪的男人居然毫发无杀 他癫狂的 就这点雕虫小鸡 根本不可能杀死我 眼看着鸡蛋就要被杀 一道惊威猛然的 劈在了男人的身上 正是我用出的换类 由于我刚当那一击 成功调节了攻击范围和魔法用量 避开了拥兵团和发电设备 对方只要能用肉眼或知觉 觉察到落雷那一刹那的前兆 就能避开这一招 如果对方避开了落雷 那他下一个目标就是我 下一秒男人的攻击 就到达我的面前 但被我的防护罩挡下 我向后躲避 他果然冲着我来了 我早就料到他会这样 所以并没有强化防护罩 而是让防护罩在破碎的瞬间 吸收冲击力 反应过来的鸡蛋而作人 继续瞑圣 男人终于有些认真 即便挨枪子 我也要趁现在解决那个魔法事 能使出像落雷那种招式的家伙 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掏出左轮世家强化魔法 让我能在瞬间打空所有子弹 炮弹一样的子弹拿出 子弹又在半空分裂 分别打向不同部位 眨眼就贯穿了男人的五脏六腹 这一击终于让他受伤 在使用了换雷之后 我就一直在做准备 但一枪并不足以打倒他 我必须再来一招才能了解他 这副身体太弱了 一个小失误就能让我丢了性命 但经过最近那些委托的习 我彻底明白了 有时候不能畏惧进展 我上前狠狠地抓住了男人的下巴 随后发动超强电击 男人被我电的痛苦哀嚎 但他还是一把抓住我的手掌冷笑的 就这点伎俩还杀不死我 我淡淡的还撑得住是吧 我的电击要是换成普通人 他的头早就被电成灰了 不过之前还有个用眼皮接子弹的家伙 这家伙的脑袋能扛住电击 好像也没有那么不合你 我再次举起枪对准男人 随后两发加强子弹打出 男人撕心裂肺地捂着伤口惨叫 他癫狂地对我喊道 别让我抓到你 不然 但下一秒 德雷众人便冲上来 将男人死死地按在身下 男人疯狂挣扎 但却动弹不得 而压制男人的佣兵们也很吃力 艾克问德雷现在该怎么办 以德雷的魔法知识 无法判断男人的情况 在场唯一能分析 他用了什么药 以及他现在情况的人只有一个 所以德雷抬头对我说道 魔法师 你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我淡淡道 他用的是黑魔法 黑魔法的原理并不复杂 在大幅提升力量 恢复力和耐力的同时 需要牺牲很多东西 最基本的就是 以人肉和人血作为能量攻击 如果攻击量不够的话 思考能力就会渐渐降低 他在勉励抵抗我的攻击时 精神状态绝对非常不稳定 连话都说不清楚 如果不持续摄入人血和心脏的话 思维能力就会大幅降低 甚至会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 黑魔法有这么大的副作用 也难怪他没有杀死第二分队的人了 因为黑魔法的副作用实在太明显 所以没有多少魔法师 专门修行这一魔法 因此对黑魔法有了解的人 一段时间内 黑魔力确实无间不摧 但在承受了大量的魔法和攻击之后 情况就不一样了 我上前一把抓起男人的肩膀 你们先让开 我有点眉目了 就让我把在你体内流动的黑魔力 全都抽出来 然后再把我的魔力灌入你体内 这样就能把你体内的黑魔力 全都逼出来 我运气魔法不断地将黑魔力向外抽 男人本能地不断哀嚎 片刻后男人体内的黑魔法 便被我全部吸出 而男人也昏倒在地步行人时 我起身淡淡地 杀了他吧 他不会再反抗了 我看着手中的黑魔力 这东西要怎么处理呢 一般来说 魔力是没办法直接保存太久的 因此人们会用与之相匹配的特殊容器进行保管 但我现在即没办法立刻做出容器 也找不到这种东西 要是能保管起来的话 说不定就能一探黑魔法的奥妙之处 一直拿着不放也只会白白消耗我的魔力 虽然有点可惜 但还是算了吧 地旁的威安对我夸赞道 你真的好厉害 难道你真的是天才吗 我离你那么远都能看到你的魔力 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强的魔力控制能力 今天我算是知道自己的魔力有多么登不上台面了 我有些震惊 他在很远的地方都看到了我使用魔力 克林卡尔拥兵事务所里没人发现我抽走了那个人的黑魔力啊 如果他所言非虚 那他或许先天拥有非常敏感的魔力感应你 说不定他的天赋不再重逢陷阵 而在驾驭魔法上 威安起身说道 我也见过不少因为自己是魔法师就沾沾自写人 但从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你一样细致地操控魔法 要是我能模仿一点点你的动作 我是不是也能变强一点点呢 我问他想不想成为魔法师 威安思考道 其实我之前觉得在拥兵团工作就很不错了 至于现在的话我也不太清楚 我心中暗想 我明白他想要什么 可现在我也只是在凭借天赋狗活而已 不论我多么努力地去融入他们 我也始终不属于这里 我拍了拍威安的肩膀出声道 我觉得德雷是个不错的老大 最起码他的建议应该比我这种人能给你的好多 毕竟开创自己的事业可不容易 还有 如果你已经确定了目标 那去找一下杰尼或许也是个不错的主意 此刻拥兵团的众人都在打扫战场 在看到我来后 德雷向我锯了一躬对我表示感谢 我回应道 不过还是发生了伤亡 实在是令人遗憾 德雷叹了口气道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们这一行本来就是在刀尖上舔血 我看向地下的男人出声道 你们采集完他的血液之后 能把他送到杰尼那边去吗 德雷文言一口答应了下来 随后德雷拿出手机给我打了两千万报仇 手续费他也打给杰尼了 让我帮忙转告杰尼一声 说完德雷递给我一张名片 这次的合作让我明白你确实实力非凡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和你合作 我接过名片回应道 有机会的话一定会的 接着我便转身告辞 德雷是个出色的佣兵 也是个可靠的生意员 把握好这个人脉和他保持联络也不错 鸡带尔嘟囔道 是不是问他一下比较好啊 问他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 德雷被鸡带尔的话逗笑 鸡带尔 你看到他的雷电魔法之后 竟然还抱有这种想法吗 他的实力这么惊人 就算他被电机器魔塔盯上都很正常 以他的才华或许有人可以雇佣他 但可以确定的是一定没有人能独占他 鸡带尔反驳道 可是你不也觉得很可惜吗 我们还能上哪去找这么厉害的魔法师啊 德雷平淡道 你敢保证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 不会成为敌人吗 鸡带尔 所以我才天天说 一定要给一起共事的人留下好印象 我们要是去纠缠他的话 可能暂时会觉得至少没留下遗憾 但那样一来就没办法 给他留下干脆利落的办事行销 没人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 会引起什么样的蝴蝶效应 我只是在不同情况之中 做出了自己能做的最佳选择而已 现在我们能做的 就只有祈祷自己运气能好一点 完成德雷拥兵团的任务后 我来到了杰尼的酒吧 刚一进门 狄伦就伸手跟我打着招呼 快看是谁来了 这不是我的队友吗 我没好气的 谁是你队友啊 狄伦见兮兮的凑到我面前出声的 哎呦你敢骂 好伤任我 我也会伤心的 也让我夺个命任朋友嘛 我有些疑惑 什么名人 狄伦解释道 听说你这次和德雷拥兵 叛赶了一票打的 杰尼兴奋的不得了 话音未落 狄伦就被杰尼抱头 别理那个废话精 你这次和德雷拥兵团合作的感觉如何 我淡淡的 也没什么特别的 比起对付克罗肯那个怪物 这次的任务简直太轻松了 斯凯文泽的那个干部也很好对付 听说那个人是退役军人 如果是五十一区域的干部 那他是什么水平 我还是有数的 狄伦解释道 不过斯凯文泽的人也不劝是肥武 又不烧任就是因为调医情形 才在他们手里栽了打跟头 我问杰尼他们的核心首脑人物很厉害吗 杰尼回应道 是的 不仅是那些干部 就连各支部部长之间的实力差异也很大 尤其是要小心二十到二十九区域的 斯凯文泽支部部长呢 我心想既然杰尼特意强调 那我还是记在心里比较好 接着杰尼开心的对我说道 先不提那个 你知道吗 这次的事情在圈子里都传开了呢 也就是说会有越来越多的客人来找那个会换来的魔法师 所以我也为了我们的大魔法师吃了点苦头 这些就是这个星期指名要找你的委托 你选一个感兴趣的吧 还有这个是你让他们采集的血液 我有些意外 居然这么多指名要我办事的吗 这也就代表有很多人特别渴望能请到实力高强的魔法师 所以我们以后保持长久的合作关系吧 我还可以破例帮你减免手续费哦 杰尼你也太偏心了 地旁的酒保弟给我一杯酒表示这是送我的 我对此表示感谢 狄伦见状出声道 我也要一杯一目一样的 杰尼却伸出手表示十万塞尔 杰尼你真的要这样对我吗 二十万塞尔 片刻后我回到了家中开始上吐下血 感觉五脏六腑都在翻涌 不过也没办法 要想减轻毒蛇的副作用 最好还是把酒吐出来 这副身体真的太垃圾了 虽然我好想立刻休息 但杰尼那边催得太急 他给我的那几个委托日期都撞在了一起 等我选完一个其他的都得拒绝 所以我得快点挑 我翻着手中的委托单 有私人保镖委托 还有不少拥兵事务所的委托 协助研究所进行实验的委托 甚至还有斯凯文泽的委托 我可是毁了他们组织的计划 他们完全不在意这一点了 这群家伙真是不太正常 杰尼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他应该是故意留给我看的 他还挺调皮的 除去私人委托 拥兵事务所和犯罪团伙的委托 那就是市政府运营的线上公开拍卖点 这里基本应有尽有 而我最关注的就是斯坦尼亚制药公司的一级制造灵药 斯塔莫尼亚 售价高达1亿元 它是灵药之中更接近工业制品的一种产品 实际的功效也只有增长体力而已 但我现在并没有资格挑三减四 我现在最迫切的需求 就是缓解这副身体的负面效果 看来要接阿莫娜制药公司的委托了 哪怕搞不到灵药 能找到点解决安眠药问题的线索也不错 而且比莱诺姆自治区使团 确定在两个月后访问博尔凯 从那以后过了一个星期 我没有立刻接下阿莫娜制药公司的委托 为了确认射击辅助魔法的威力 我开始抓不起了悬赏犯 我的辅助射击魔法威力还不错 不仅威力不小还很省魔法 在我拥有足够的魔力之前 射击魔法应该能帮上我的大忙 不过射击辅助魔法也不是全能的 就算用了这种魔法 也只能让射击变得更快更强而已 如果学了辅助系固有魔法 那就能提升战斗力了 但现在要考虑的不止是这一点 接着我来到了杰尼的酒吧 杰尼抬手道 你要接阿莫娜制药公司的委托对吧 时间紧破快把东西给我 我拿出委托单问她是怎么知道的 杰尼淡淡道 到今天为止还有效的委托就只有这个了 还有 我觉得你好像莫名不要很感兴趣 杰尼接过委托单后便开始打电话 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响起 你就是杰尼说的那个新客人吧 我问她认识我吗 对方表示当然认识 你不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电机魔法师吗 现在这个圈子到处都是你的传闻 还有人说你是个眼里只有钱的赏金猎人 到处抓捕一些小角色 他说的没错 我最近确实一直在抓悬赏贩赚钱 被他们这么说我也不冤枉 男人接着说道 不过这个形容也没有恶意 会被这个城市悬赏的人大多可以分为两位 一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小杂鱼们 另一个则是不在乎自己被盯上的大人物们 我回应吧 还真是极端的分类 所以你是谁 男人放下酒杯说道 你现在才想起来问我呀 接着他扔给我一张名片 我心中一惊 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 超能力者 对方操控着名片向我飞来 我淡定的接下 男人接着说道 叫我塞巴斯蒂安就好 我和杰尼算是同行 看着手中的名片 我没有察觉到他有什么准备动作 也没有感知到魔力 估计他是使用精神力的魔法师吧 我放下名片出声道 你是使用念力的超能力者吗 塞巴斯蒂安笑道 这还用问吗 我都在你面前展示自己的能力了 看来那个说你在外地修炼的传闻是真的 杰尼一把拿走葡萄酒 塞巴斯蒂安 你不是说自己喝完就走吗 干嘛来招惹我的客人 你用这种手段可就没意思了 塞巴斯蒂安白白手道 你先别激动 虽然我把名片给了他 但我也有东西要给你这位精灵的小姐 杰尼接过后有些不满道 召集令 怎么偏偏这时候发布召集令啊 离比莱诺姆自治区使团访问 不是还有两个月吗 结果现在就发布召集令了 塞巴斯蒂安接查道 看来好像是因为比莱诺姆自治区的使团要来访 所以市政府给个体户下达了召集令 不过看他们俩的神色 这个召集令应该来者不善 塞巴斯蒂安起身表示告辞 接着对我伸出手说道 你要是想试试别的工作可以随时来找我 我会用和杰尼不同的方式给你不同的报酬 真是个狡猾的家伙 不过他在有钱人和企业家面前耍嘴皮子的本事确实很厉害 你要是想接私人委托的话确实可以找找他 我问道 难道你不拦着我点吗 杰尼无所谓道 难道我拦着客人就不会走了吗 接着我问委托的是怎么样了 杰尼表示那边的人马上就来 片刻后门口就传来了脚护声 一个看起来很斯文的男人问这里是不是杰尼酒吧 杰尼向里面一直说道 跟我来吧 我们进去聊 看着这里的设施 我问杰尼有这种地方为啥不早告诉我 杰尼没好气道 你还好意思怨我 还不是因为你每次接了委托就直接走人吗 不说那些了 我叫杰尼 他叫范 对面的男人唯唯诺诺道 你们好 我是阿木纳制药公司的销售主管卢安 时间不多 我就开门见山了 接着他拿出一份合同递给我说道 既然你已经决定接本公司的委托 那你应该大致了解过这次委托的内容吧 我表示内容我看过了 阿木纳制药公司现在正通过重筹 研发神经镇禁剂 新药能够研发成功的话 企业的净利润有极大可能会暴涨 但是总公司所在地的地方要员 却想利用犯罪团伙的势力 抢夺制药公司的新药专利 所以我具体需要做什么 卢安出声道 首先我要声明 与公开给外界的消息不同 本公司其实已经完成了新药研发 我们本想在地方药员知道之前 把样品送到专利局的 结果公司内部有人走漏了风声 接着递给我一张照片 这是新药的样品所在地 54号区域8号 希望你能帮我们拿出藏在仓库的样品 后天提交给专利局 麻烦你了 我冷声道 你叫卢安是吧 既然要把事情委托给我 就把话说清楚啊 卢安哆哆嗦嗦地问我是什么意思 我冷笑道 你在装傻吗 这不是提交完样品就能结束的事吧 杰尼也歪头出声道 对啊 你怎么只字不提犯罪团伙的事呢 你能保证他不会和犯罪团伙起冲突吗 我接着出声道 我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躲起来 之后直接把样品交给专利局 你是希望我这么做吗 看卢安的反应我终于能确定了 他们并不是想雇佣一个跑腿 而是想要一个大手 不过这群家伙还真是阴险 难道他们真觉得我会在那回样品时 顺便帮他们搞定那群犯罪团伙吗 杰尼靠近我出声道 这下是不是得和他们好好谈谈条件了 接着杰尼敲了敲桌子对卢安说道 你去问问你上司 为了让他在跑腿途中遇到犯罪团伙的时候 心甘情愿把对方干掉 你们愿意开多高的价格 我们下心去等着 你放心打电话就好 出来后杰尼对我说道 对方确实地动了点小心思 不过幼稚的有点可爱了 估计是想压一压价吧 我问杰尼这次的委托难度高不高 杰尼沉思了一会说道 感觉应该不会太难 和地方要员联手的犯罪团伙 规模应该也大不到哪去 估计也就一百人左右吧 其中大部分成员和斯卡文泽成员的水平差不了多少 除了有点特别的混血老大之外 其他人都没什么看头 我点点头道 好 不过委托费必须要涨 杰尼奄然一笑道 尽管包在我身上 我一定会再压榨他们一千万萨尔 就在此时卢安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对着杰尼点了点头 杰尼得意的对我比了个OK的手势 到了晚上 我和卢安前往任务地点 卢安瞥了我一眼出声道 我们稍微晚了点 其他人估计已经到了 我有些意外 其他人 卢安解释道 我们雇了一些人手仓库 虽然人数远远比不上犯罪团伙 但应该能帮得上你的忙 我心想 看来他们没打算让我这个魔法师单兵作战 就是不知道那几个人究竟能不能派上用场了 不过除此之外 我还需要一些新药的信息 要不要试试套他的话呢 想把我出声道 听杰尼说你们明明知道我的能力如何 却故意压我的家 卢安哆哆嗦嗦道 这是个误会 我接着问道 仓库里没有别的样品吗 卢安回应道 有断 还有是售的其他药品的样品 那件仓库本来是老板的私人仓库 我问他里面有没有安眠药之类的普通药品 卢安表示应该有 我正好需要安眠药 这下刚刚好 片刻后我们到了制药公司的仓库 此刻仓库前已经占了一些人 卢安解开安全带想要下车 我去让他等等 下一秒一个壮汉就敲了敲车玻璃 问卢安是不是阿牧那公司的人 卢安有些不解的点了点头 下一刻那个壮汉就开始砸车 同时嘴里喊着滚下来 卢安顿时吓得不知所措 壮汉指着后面的人说道 这和之前说的不一样 你叫十个人来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淡淡道 看来除了我之外 其他的都是一群垃圾 我吸了一口毒蛇 我们出去吧 既然收了你们的钱 我就不会让你们吃亏 那个壮汉见状便对我怒吼 你是什么东西 怎么和他待在一起 他顾我们的时候 可没说要对付犯罪团伙 我被他们的吵闹声吵得脑袋生疼 我淡定的出声道 你能安静一点吗 那壮汉文言顿时恼怒的指着我说道 混蛋 你小子也完了 要是被犯罪团伙盯上 那可是插翅难逃 我能理解他们在担心什么 让他们去对付犯罪团伙 他们肯定觉得手足无措 但是 我并不想安抚他们 壮汉见我无动于衷 便挥拳向我打败 我一个侧身躲活 同时手中凝聚雷电 接着一把抓住他的后背发动电击 其他人顿时被我的操作震惊 吃药公司居然还请了魔法师 顿时人群就响起了吵吵闹闹的探讨声 我没耐心听他们讨论 所以我直接让他们闭嘴 随后转头说道 你们对犯罪团伙的事好像也有些了解 但就算在这里撒气 也只不过是白白浪费时间罢了 你不要敬酒不是施法酒 人群中突然响起一道声音 一个红头发的青年走了出来不屑道 魔法师了不起啊 接着他抬起手臂 下一秒他的双手就涌出了火焰 红发轻蔑道 你们可能不知道 不是所有魔法师都很厉害 特别是会接这种委托的家伙 绝对是因为魔力太少被魔塔赶出来了 人群顿时议论纷纷 我被他的话逗笑 一天之内竟然遇到了两次超能力者 火焰能力者 预火者 他们的称呼虽然各不相同 但都以直接且强大的力量闻名 只不过如果他对此处的情况并不知晓 就被叫了过来 那他的能力多半也不是很强 我淡淡道 所以你想怎样 把我好好教训一顿 然后把这辆车烧成灰 红发嚣张道 不 像你这种若鸡魔法师 只会成为我们的拖累 我要把你也烧死 果然在这个圈子里 就没有好说话的人 红发握着火拳向我袭来 我运起防护罩伸出手 随后一把抓住了他的拳头 力量才是沟通的手段 接着我闭上眼睛提升自己的魔法 随后用自己的魔法 去扰乱对方的火焰 下一秒 红发的火焰 便向他自己的全身蔓延 顿时红发便被烧得惨叫 并不是所有火焰能力者 都对我免疫 红发跪在地上 痛苦地向我求饶 我错了 求求你饶了我吧 我松开抓着他的手 感受着手中苏麻的感觉 握力实在是太差了 根本没办法继续教训他 其他人见状急匆匆地上前灭火 要是把仓库点着了就完了 我对卢安说道 你在这里只会惹麻烦 还是回去吧 卢安连忙逃命式的离开 接着我来到了仓库内部 制药公司委托我的事情就一件 把新药样品送去专利局 提交样品的时间是后天早上 也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我要再坚持一天半 我在货架子中 寻找销售主管说的那个样品 片刻后我找到了那个样品 我大可以拿上样品就跑 但这并不是制药公司想要的 如果一定要对上犯罪团伙的话 那我就在这里把他们全都打怕 此刻外面的众人 全都跟无头苍蝇一样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我上前问他们发生什么事了 之前被我电运的壮汉小声道 那个我们不太清楚要做什么准备 我叹了口气 看来他们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我问他们一共有多少人 壮汉表示算上刚醒来的红发 一共有15个人 我吩咐道 先堵住仓库的入口 然后将所有人员分为三组轮流巡逻 一旦发现异常就立刻向我汇报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我来到后面的围墙 这边到处都脏乱不堪 难道是因为藏在这种地方 所以才一直没被发现吗 墙壁本身还是很高的 想要翻过来需要费点力气 问题是墙面受损严重 我明具名为杀伤雷的魔法 随后将它放在地上 这是只要满足特定条件 就会爆炸的地雷魔法 这种魔法会对靠近攻击范围的对象 造成强大的杀伤力 但爆发范围较小 不适合用于群体攻击 那么我就来改变一下触发条件 原本魔法的触发条件为 接近杀伤雷 现在改为中立感应模式 同时减小爆炸威力 但扩大伤害范围 片刻后我便改良成功 随后我又在别的地方设置了几个 就在此时 红发来到了我面前 刚一见面他就跪倒在地 刚才是我不好 我一时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才会冒犯你 我以后绝不会再犯 我淡淡道 道歉就免了 红发结巴道 那我要怎么做你才肯原谅我呢 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吧 看来他以为我会在这次任务结束后 再收拾他 虽然我没打算计较 但没必要把这件事告诉他 我拍了拍他肩膀 你来得还真快了 是不是不想让别人看到你跪地求饶的样子 红发连忙低头 求饶表示都是自己的错 我闻言出声道 好 我给你一个将功不过的机会 今晚会有客人到这里来 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那就是在客人们的肩膀上点火 就像刚刚对我做的那样 听懂了吗 红发表示自己明白了 我来到了仓库 我的毒蛇存货也没多少 要是犯罪团伙分批次入侵的话 那可就头疼了 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只能开枪拖延时间了 就在此时我听到了外面嘈杂的声音 我散出魔力感知 瞬间我的魔法便笼罩了整座工厂 半径2000米内 有两个人的热气相当强 加上其他人员 大概有一百五十个人 我淡定地站起身 外面跑进来一个人 慌张地对我说外面来人了 我表示自己知道了 而且他们的移动速度也非常快 这一百多人不可能都会用魔法 难道他们是开车来的 与此同时的外面 已经迎来了数不清的越野车 刺眼的灯光充斥整座仓库 外面的人顿时慌问不已 剩下的交给我处理 让我没想到的是 之前那个红发居然挡在我前面 看来是刚才的威胁奏效了 不过对方为何迟迟没动静呢 下一秒我心一惊 难不成他们是声东机器 接着后面的墙就传来了撞击声 其他人顿时慌乱起来 他们不断地撞击墙 看来他们是想把整面墙撞的 这下就能确定 到底是谁能活着回去了 上一个剧烈的爆炸声传来 一辆燃烧的越野车被炸飞到了前方 看着燃烧的越野车 我有些惊讶 虽然我强化了杀伤雷 但威力不至于这么强啊 接着我看到了地上燃烧的汽油 那不是普通的燃料 似乎有一些特别之处 看来就是他提升了爆炸威力 紧接着又有数十道爆炸声传来 被炸飞的越野车 跟流星一样飞向天空 现在就是他们为自己的游泳无谋 贸然进攻付出惨痛代价的时候 就在此时前方出现两道人影 那两个人应该就是我感应到的 热气较强的两人 看着对方的造型 他们是魔法师 这是我第三次碰到 同样是魔法师的人 第一次遇到的是爱丽丝教授 第二次是斯凯文泽的探查戏魔法师 不过他的实力太差了 让我很失望 但这次的魔法师和他简直是云一之别 他们会不会是犯罪团伙的头目吗 我太好奇了 他们会用什么魔法 是什么戏的魔法师 那跟魔杖有什么效果 我要先发制人吗 下一秒我就清醒了过来 冷静点 现在最要紧的是要先搞清楚状况 我运起探查魔法 被炸毁的车一共十辆 剩余人数为一百名左右 你们应该有话要跟我说吧 对方文言顿时开始前进 我对一旁的守卫说道 去告诉所有人 他们一进来就闭上眼睛射击 那人不解的问我为何闭上眼睛 我表示现在没时间解释 按我说的做就行 随后那人便把我的指令告诉了其他人 当对面的一行人走进仓库之时 我发动了万变至光魔法 刺眼的光芒让毫无防备的敌人乱成一团 紧接着我这边的人便开始疯狂粉射 直接就干翻了对方的前排 趁着对方无眼哀嚎之时 红发气势汹涌地冲进人群 滚烫的烈焰眨眼就吞噬了数人 其他人惊恐地望着这一幕 随后拔腿就跑 红发嚣张道 我要把你们这群暴头鼠窜的家伙 全都烧死 望着混乱的场面 如果我再用一次魔法的话 估计会暴露自己魔法师的身份 不过我要乘胜追击 我伸手发动雷炼 下一秒逃跑的小混混就被我垫得当场去世 再加上其他人的火力阻碍 那群小混混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就帮他们到这里吧 接下来就该对付他们的头目 寸头淡定地说道 格莱姆 你可没告诉我这里还有这种人物 格莱姆表示自己也是刚刚才知道 以阿木纳制药公司的能力 根本请不起那么厉害的魔法师 这一点我们已经确定过了 寸头起身道 照你这么说那小子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啊 你快看那小子 怎么笑得那么开心啊 真有意思 接着寸头指着自己的头细血头 喂 你不会是个傻子吧 我反驳道 关你屁事啊 比起这个 你要不要先担心一下你们的手下呀 寸头转头看了一眼 随后无所谓道 不用管他们 反正他们就是一群一次性的垃圾而已 在这里直接把他们全清理掉也不错 我也是时候放下那些包裹原走包飞了 我退进仓库 格莱姆出声道 卡尔 少说废话 卡尔反驳道 怎么了 他一看就弱爆了 反正他等下就死了 现在跟他聊一聊也无所谓吧 格莱姆不满道 你要是再这么不听指挥 我们会重新考虑要不要雇佣你 看来那个魔法师不是犯罪团伙的人 而那家伙是想抛下团伙的老大 毕竟人往高处走 看来有人给他开了更好的条件 果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在哪里都一样 卡尔见我冷笑的样子咬牙切齿的 你快瞧瞧他那副得意的样子 从刚才开始 他就一个人在那里笑得没完 赶快干掉他找到样品吧 格莱姆运气魔法满意了 这就对了 我们没必要拖太久 格莱姆手中的魔杖散发紫色光芒 随后一道屏障凭空出现 我看到了他魔力的质感和流向 就连他的一举一动都能被我捕捉到 这是结界魔法 他是想截断我的去路吗 我可不会坐以待毙 我从怀中掏出左轮 从后一发子弹打出 直接击碎了格莱姆的魔法 卡尔见状嘲讽道 就算你再怎么觉得他是个弱鸡 但他也不可能乖乖束手就擒呢 格莱姆愤怒的喊道 你这个半吊子魔法使用者 竟敢毁了我的魔法 我淡淡道 魔法使用者 你这是在骂我吗 格莱姆对卡尔训斥道 你连和魔法使战斗时的 基本常识都不懂啊 你要好好保护我 卡尔嘲讽道 关我屁事 真是好笑 他不就开了一枪吗 你至于怕成这样吗 他还没有魔法呢 格莱姆底气不足道 他有可能会先用魔法呀 卡尔淡定道 格莱姆 他应该就是操控光 或者雷电的魔法使 这种体系的魔法使用起魔法来 那光芒想挡都挡不住 你不也知道吗 看他们的样子 我终于明白了 他们为什么会在我面前这么松懈 一般来说 操控光的魔法 所以高手们仅凭这点就能轻松应对 当然 这些只适用于普通的魔法使 而不是我 卡尔自信满满道 只要他有要用魔法的动作 我就冲上去把他撕咬个粉碎 看着卡尔的虎牙 我想起了杰尼的话 杰尼说黑帮的老大是混血 难怪他会直接露出杀气 差不多可以动手了 我出声嘲讽道 刚才光线太暗我都没发现 现在我才看出来 原来你是一只二串子啊 我捏着鼻子嫌弃道 你身上恶心的狗味都传到我这里来了 好歹洗个澡吧 卡尔气得浑身哆嗦 接着他阴拳道 你可真是伶牙俐齿 我就先把你那张臭座 撕个稀巴烂 我遇到了传说中的狼人 那是天生具有野兽本能和野兽肉体的亚人种 他们凶恶无比实力强劲 不过我眼前的这个混血狼人并非如此 他的咬合利弱到没办法闭上嘴巴 只能让口水不停地流出来 脚趾歪歪牛牛长进了肉里 毛发也掉了不少 皮肤直接裸露在外 这就是狼人混血的极限状态了吧 卡尔神志不清地对我嘶吼道 我要让你死 让你死无全尸 我嘲讽到 你说话都磕巴起来了 看来你没办法掌控这个形态 估计你也维持不了这个状态太久 来吧 让我看看你的本事 下一秒卡尔便瞬间消失 而我则不慌不忙 因为我的防护罩魔法拦下了卡尔的攻击 卡尔剑突破不了我的防护罩便向后退去 接着再次向防护罩缺口冲来 我淡淡地看着卡尔 随着碰撞声响起 格莱姆顿时瞪大双眼 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我的防护罩居然再次拦下了卡尔 我的防护罩可是能够短暂抵挡重型武器 我一共叠加了五层 他攻不进来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估计没想到我竟然能挡住他们的连续攻击 我抬起手枪对准卡尔 现在该轮到我了 我对手枪施加加强魔法 随后猛烈地一枪打出 这一下直接掀翻了卡尔 卡尔颤抖地不断退后 看着他惊恐的模样 他该不会吃了我一发子弹就吓破了胆 不过既然要动手 就要让他好好掌掌教训 把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手里才行 我对卡尔打出雷链 卡尔被电的昏死当场 但我并不打算收手 我抬起手掌对准天空 下一秒天空便乌云密布 一股汹涌的雷霆之力不断凝结 换雷 摧毁一切的雷电之力皮下 彻底将卡尔做成了烤肉 格莱姆在一旁慌张不已 我有些无语 我还以为在对付这个狼人的时候 那个魔法师会出手 他不会是一直在涌唱魔法吧 我给了他这么长的准备时间 他应该能绣出一手不错的魔法吧 就让我来见识一下吧 格莱姆的魔法杖不断地涌出金色的光芒 这光芒极其刺眼 虽然乍看之下好像只是在发光 但那其实是能发射强力冲击波的魔法 这种魔法的原理和构造并不复杂 所以学习难度较低 而且不仅可以从视觉上给予敌人压迫 威力也很惊人 看他的样子 应该是把除了自己以外的地方 都设定为了施展方向 难道他是想把这里一位平地之后再做打算吗 这可不行 我运起魔法向格莱姆覆盖 在我掌握他的魔力走向之后 就夺走他对魔法的控制 然后把冲击波打向天花板 下一秒强烈的冲击波就笔直地向上冲击 格莱姆呆呆地望着这一幕 接着他转头看向我 随后他突然扑斥一笑 他笑得非常夸张 他边笑边对我说道 你用了魔法道具是吧 一见到你我就知道了 得到了超强的遗物是吗 你根本骗不过我的眼睛 你那点不入流的魔力 现在估计已经见顶了 现在轮到我大显身手了 我有些无语 这家伙该不会是想通过胡言乱语 让我放松警惕吧 不然就是在看到卡尔被我打得伤痕累累之后 误以为我在使用魔法道具之类的宝物吧 不对 他已经被自己的表情出卖了 疯狂颤动的痛苦 还有额头上的冷汗 都在证明这个家伙 很惊恐 刚刚跟我交手之后 他一定满脑子疑活 如果我是凭自己的实力 施展出击倒卡尔的落雷的话 以及在一瞬间 就打飞他冲击魔法的招式 并不是出于偶然的话 那这些疑惑就会把他逼到绝境 让他在无法确信的情况下 陷入恐惧 也就是说我眼前的这个人 是一个连自己的感觉和判断都不相信的 蠢蛋 看来我没必要再听你胡言乱语了 暗影突袭 瞬间数到阴影就涌向了格莱姆 眨眼黑线就缠住了格莱姆的双脚 以及他的双手 格莱姆还没反应过来 他的双手便被活生生勒断 格莱姆跪地惨豪 望着地上的双手 他有些不敢相信 这家伙一定很想知道 我是怎么做到的 从他们踏进仓库范围时起 我就在准备这一招 影子系共用魔法 暗影突袭 虽然这一招能在 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中 发挥出最隐秘的威力 但施法者只能操控脚底投射出的影子 而且影子扩散速度也非常慢 但是如果是在黑暗的仓库 使用这一招的话 而且还能不被他起 亏我还期待能和他斗得你死我活 来一场痛快的战斗 没想到结束的如此枯燥 我举起手枪对准格莱姆的额头 格莱姆顿时吓得大小便失禁 他惊恐地向我求饶 我伸出手捂住他的眼睛 格莱姆顿时大声尖叫 我让他冷静点 只要你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我说不定能饶你一命 地方药员那边能动员的人 就你们这些吗 我看你好像把整个犯罪团伙都带过来了 我想知道还没有没有其他人手 格莱姆急忙回答道 没有了 我觉得他那边大概率不会再动用武力了 那就好 看来我送样本去专利局的时候 不会有臭虫来反我了 格莱姆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哀求道 只要你能饶我一命 我一定能帮你做成很多事 我现在是刚到三级的准备魔法使用者 绝对会成为你的好帮手 保证不会让你失望 我淡淡道 也就是说你是三级魔法师了 格莱姆颤抖道 没错 也就是正式能被大众认可为魔法师的级别 虽然我不知道他说的级别对应什么境界 但级别并不是衡量魔法师战斗实力的标准 按照他的说法 像我这种连自己的级别都不知道的人 应该是下九流才对 我拿开捂住格莱姆眼睛的手 格莱姆惊喜道 你要饶了我吗 但我却将手枪用力抵住他的额头 格莱姆顿时绝望地大喊不要了 求你饶了我 求你了 但我不是优柔寡断之人 绝对不可以留下后患 对不住了 在解决完格莱姆后 我身后的狼人却站了起来 我有些无奈 真是让人哭笑不多 我还以为已经结束了 望着从地上爬起来的狼人 难不成是我最后一招的威力不够吗 但这不可能 幻雷是电击器 共用魔法中威力最强的魔法之一 要是他强到吃了我一招幻雷 还能不倒下的话 那他一开始就不可能 只在这种犯罪团伙中讨生活 也就是说 应该是月光的影响 狼人是可以吸收 深夜狂气之力的月夜猛兽 这份贪求本性的渴望 会强行让死去的躯体也活动起来 我侧身躲过狼人的攻击 同时内心感叹 在月光的影响下 一个狼人混血就能展现出 这种程度的再生能力 那么纯种狼人 到底是多么强悍的亚人种啊 如果我今天对上的是纯种狼人 那我可能没办法这么轻易的取胜 我上前一把抓住狼头 随后狠狠的发动电击 让狼人彻底去世 解决他们俩大概用了五分钟 外面还是乱轰轰的 虽然我没必要插手 但我们好歹是一虎呢 如果做山光虎斗的话 总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我捡起格莱姆的魔杖 他虽然不是个厉害的魔法师 但这根魔杖如此为赘 他却还一直待在身边 说明这应该是个好东西 其实我也考虑过 要不要使用魔法视频辅助道具 或者遗物之类的 只不过我手头不太宽裕 光是买毒蛇都有些吃力了 我拿着魔杖并没有感受到 有什么不一样 我离开仓库来到了外面 此刻外面的人还在坚守战斗 红发在人群中左窜右挑 不错 刚好拿你们练手 我举起魔杖凝聚魔法 闪电凝结 瞬间无数雷球便从天而降 当场就干翻了一群小混混 而他们在看清我手中的魔法账后 顿时惊恐地大喊 快跑啊 老大和魔法师被干掉了 这句话一出 其他人便如同鸟兽般四处逃窜 我这边的其他守卫见状松了口气 看着他们兴奋的样子 看来他们经历了一番苦战 虽然我负责对付敌方的头目和法师 但我们这边在人数上确实战略时 此时的红发躺在地上大口喘气 他仿佛是在告诉我 自己在战斗中有多么拼命 不过是不是示好并不重要 他还挺有趣的 他的超能力只是能让两只胳膊喷出火焰 真是没想到 他竟然能凭借这种超能力 撑过刚才的战斗 而且他还站在最前线 吸引敌方的火力 能在浴血奋战之后 生存下来享受胜利的滋味 就代表他开始具备这样的资格 看着墙上灼烧的痕迹 他是在被逼入绝境的情况下 突破了火焰能力的极限了 不过他确实尽到了自己的本分 我也就没必要再折磨他了 我上前夸赞道 辛苦了 红发文言顿时开心不已 我看着手中的魔杖 这个魔杖并没有加快视法速度 或者提升魔力回转率的效果 就连魔法的威力也和之前的一样 不过我的魔力回复量 好像有了些微弱的提升 虽然感觉上还没有一把沙子多 我松手将魔杖丢在地上 原来是个垃圾东西 简直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它的最大用处 大概就是在战斗中 向所有人宣布 我就是魔法师 以后挑装备的时候 还是尽量避开那些一看 就会暴露我身份的东西好了 就在此时那个壮汉叫了我一声 我转头表示大家都辛苦了 其他人也开心地说着你也辛苦了 我接着吩咐道 从现在开始 没受伤的人就带重伤人员去医院 只受了轻伤的人和我一起 留在这里把守仓库了 我独自回到了仓库 此刻的我浑身无力双手颤动 是因为忽然放松了吗 疲劳一下子涌了上来 要不要用毒蛇吗 算了吧 毒蛇已经没有多少了 以防万一我必须要节约一点 接下来的一天就没再出什么岔子了 犯罪团伙也没再攻打过来 一想到能够拿到制药公司的委托机 大家都兴奋地离开了这里 送走众人之后 我整理了一下仓库 顺便做了个简单的报告 现在就只剩下把样品提交到专利局了 不过在那之前 我要拿一些我要用的药品 我拿了一堆安眠药和缓解疲劳的药剂 以及各种维生素 整理完后我便起身准备离开 在看见门口的魔杖之后 我还是把它拿了起来 虽然这东西没什么用 但应该能卖点钱 我打了个出租车向专利局出发 此刻的我浑身难受 但这次的委托还没有正式结束 要把样品送到专利局才算完美的画上了句号 虽然让我来做这种跑腿的活确实恼人 不过我还是第一次来市区域附近 片刻后我来到了专利局 这里是八区域 这里的环境就是不一样 既整洁又安静 不愧是博尔坎的统治者们所在的区域 这里就是汇聚了市政府行政机关的各位数区域 只有公职人员和市政府的行政人员才会出入这里 这里看起来就像是某个神话中的神殿一样 我还是赶紧进去送完样品交差吧 就在此时一个老头对我喊道 年轻人 你怎么一大早就来到这种地方来 我淡淡道 去专利局还能是因为什么事 老头回应道 哦吼 看来你是开发了什么稀有技术呢 你年纪轻轻倒是挺厉害的 我心中暗想 我该怎么办呢 不过他既然在这里运动 那他大概率不是个普通老头 向他这种人找我搭话 估计不单单是想找个人聊天吧 现在还不是和有权有势的人扯上关系的时候 要是不想被他记住 还是尽快结束这场对话为妙 但是他并不是在看我 而是在看我身后的魔杂 我多不来到老头面前笑道 我昨天给你看的表演有意思吗 老头不解的问我是什么意思 我淡淡道 为了能让远处的人看清楚 我特意放了不少烟花呢 你不就是因为看得开心 所以才在这里等我的吗 要员 我终于遇到了黑帮团伙背后的大佬 在我来到专利局后 一个老头就在门口等着我 通过他盯着我身后的魔法杖 我瞬间便猜出了他的身份 我拿下魔法杖 随后狠狠地刺进地面 这个就还给你吧 看来那个魔法师颇受你重视了 请节哀 老头淡淡的 原来你都知道 我心想我能不知道吗 这个人认出了格兰姆的魔杖 并且早就知道我会来专利局 所以在必经之路等着我 再加上他能借运动之名 自由出入这个区域 符合上述种种条件的人 只有一个 那就是地方要员 不过我万万没想到 他不是派人来拦我 而是亲自跑了过来 老头继续出声道 格兰姆虽然实力平平 但他是个好孩子 在我决定走仕途之后 他就全心全意地辅佐我 而这样一个属下 现在却死了 你能猜到 我为什么会来这里找你吗 我无所谓的 你是来报仇的 话是这么说 但这应该不是正确答案 他的眼神中包含的 不是憎恨或者失望愤怒 而是强烈的贪欲 老头直言不会倒 我就不绕弯子了 你来当我的人吧 像你这样天赋 与实力兼备的魔法师 单枪匹马讨生活 是这个城市的损失 从看到万里无云的 夜空的落雷尸起 我就下定了决心 我会继续往上爬 同时也可以让你平步清云 我会在那些高耸入云的 摩天楼森林中 给你一席之地 他的话让我有些不屑 他的每一句话 都赤裸裸地展现了 自己的野心 我承认他绝非持终之物 如果就算这样 我也没必要主动 当他的走狗 我出声道 太可惜了 虽然你可能想要招揽我 但从我的角度而言 我并不需要你 老头淡淡道 你这是在拒绝我的邀请吗 我表示就算我当下 确实有难处 那也没必要 一定要找你吧 如果我需要 有权有势的人帮我 有的是比他这个地方 要员厉害的人 他只是一介地方要员 甚至不是去政府的局长 不过与他这种 野心勃勃的人为敌 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哪怕我不想帮他 也可以给他点面子 想把我继续道 当然 如果你愿意帮我的话 总有一天 我也会报答你的 老头问我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我回应道 你我之间 虽然没什么交情 但也没必要结仇 不是吗 再回到杰尼的酒吧后 得知了这件事的 杰尼对此破口大骂 他有毛病吧 虽然我知道混正坛的老家伙 之中不乏十分偏执的家伙 但他已经偏执过头了吧 我问杰尼 觉得他们还会不会再出手 杰尼思考道 这个我觉得应该不会 他们虽然难缠 但处理起事情来 是吧 这样一来才代表 他真的想要你这个人才 认识两三个政界人士 也没什么坏处 他们虽然烦人 但能给你提供不少帮助 他说的就好像 亲身体验过一样 不过也正常 他年纪轻轻 就开了一家 人力中介当前客 想必他之前的经历 也绝不普通 就在此时杰尼的电话响起 接着杰尼开心道 看来阿木纳查到专利局 已经登陆新药样品了 所以钱已经打过来了 要不要我现在会钱给你 我起身回应道 多谢 我还有个地方要去 就先告辞了 杰尼去让我等一下 范安 你除了在我这里接活以外 你不会没在别的地方 找工作吧 我无言以对 杰尼有些无语 看来被我说中了 你得尽快多找几个收入来源 这样才不会被金管局怀疑啊 一定要找个幌子 把自己包装好 不然手握巨款的 无业游民会被金管局盯上的 我转身表示 我会去研究一下的 杰尼不放心地嘱咐道 我不是在催你 是让你好歹 先试着找找工作 走出酒吧后 我只觉得身心俱疲 虽然我现在恨不得 立刻回去休息 但眼下最重要的 就是补充毒蛇 要想消除疲劳 像个普通人一样活动 毒蛇对我来说必不可少 片刻后我来到了植物园 卖药的老头 见到我后顿时大笑道 瞧瞧这是谁 这不是我的贵客吗 上次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多多见谅 没想到你竟然是个 如此才华横溢的魔法师 我有些无语道 老板 我是哪里得罪你了吗 老头笑道 你这是哪里的话 我只是有点惊讶 既然关于你的传闻 都能传到我的耳朵 那说明你差不多 适应这个圈子了 这一点确实超乎我的预料 你连自己用的毒蛇 是什么型号都不知道 竟然还能活到现在 这家伙表面笑盈盈 原来心里在琢磨这种事 不过也总好过 一直笑嘻嘻 不把真心是人的家伙 我淡淡的 所以你不打算 卖东西给我了吗 老头连忙表示不是 小店的大门 永远为你敞开 我拿出一打钱 表示我要一百个 上次那种毒蛇 老头顿时喜笑颜开 确实是我有眼无珠了 我竟然没看出 你是个踏实肯干 前途一片光明的年轻人 你怎么不早说 自己赚这么多钱了 我有一款毒蛇小推荐给你 接着老头就是一顿翻找 片刻后 买到毒蛇的我离开了植物园 刚一出门 我便一个亮枪 好不容易才撑了下来 紧接着我便一阵头晕目眩 我的意识一点点流失 幸好我及时掏出了毒蛇 现在总算好点了 我也知道不能依赖毒蛇 但要想在这里活下去 我只能这么做 我仿佛在这个冰冷又凶残的世界 走一条没有尽头的钢丝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算顺利 可以后也会一直如此吗 拼命正到前后 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那当然是休息 在完成制药公司的任务之后 我足足休息了一个星期 在这几天里 我只做了最基本的拉伸 防止身体僵硬 并且只吃自己料理的食物 同时计算自己的睡眠时间 努力让生活节奏回归正常 我这副身体 就跟玻璃做的一样十分脆弱 这副破身体真的让我忍无可忍 但我也开始渐渐适应它了 只不过 在找兼职的事上浪费了我很多时间 每周三天的定期兼职是不行的 夜班也不行 感觉想要找一份好工作的话 还需要更多时间 还有要用力气以及危险的工作也不行 期间节你也问我 打算什么时候再开始接委托 我表示自己还有事情要研究下 还要再休息一段时间 我再次来到了博尔坎的士图书馆 我今天是抱着更加明确的目的来的 我要研究一些召唤魔法和精灵术室 因为这次和狼人以及魔法师交手过后 我有了一些新见解 那就是可以创造前卫在战斗时使用 那两个人使用的战术很简单 狼人在前方战斗 魔法师在后方支援 而在应付这种战术的时候 要么需要超乎寻常的能力和天赋 在正面迎敌时碾压对方 要么就用相同的战术逐渐占据优势 再不然就是先除掉远程进攻的对手 然后再解决前面的敌人 如果能通过召唤或者精灵系的魔法 短暂创造出一个前卫的话 那在战斗之中就能安心很多 当然比起研究这种魔法 直接请一个能充当前卫的队员会更有效力 但我也要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先从召唤系魔法开始吧 据我所知 召唤系的魔法使用条件非常苛刻 指定想要的召唤兽特征 并进行召唤的过程十分艰难 而且比起魔法天赋 这一点更加考验手气 一次召唤一事所需的费用差不多是两一赛 要是花了这么大笔钱 还没抽到优秀的召唤兽 那就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钱了 至于其他的方法 如果说召唤魔法和极度看手气的抽卡差不多的话 那经灵术式就属于甚至无法被称为魔法的存在 这种术法使用的灵力和魔力完全不同 原理也和萨满蚂蚁即将灵术式差不多 看起来果然也没什么用 要是在研究共用魔法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拓展出来也就罢了 勉强自己学习这个领域的内容风险实在太大 但只要能短时间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的话 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响起 真是的 你不会在这里愁眉苦脸了一个月吧 来人居然是爱丽丝 我记得她是拉瓦泰伦大学魔法系的教授 我让你来找我 但你却连个影子都没有 窝在这里闭门造车能有什么用 接着她拿起我桌子上的书 看着她复杂的表情 她该不会再胡乱挠补什么吧 接着爱丽丝转头对我说道 如果是因为自己没什么魔法天赋 就转去研究这些的话 其实算不上是上选呢 特别是召唤戏和精灵术史 要学习这些需要的不仅仅是天赋 还需要一些缘分 我表示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爱丽丝闻言不解的问道 既然知道你为什么还要看这些 如果你觉得自己有这个运气的话 不如直接去买彩票比较好 哪怕是我这种在大学任教的人 在现实当中也只见过三个精灵术师 我劝你还是早点放弃不切实际的梦想吧 她说的没错 只不过这些建议只适用于普通人 而不是我 当然了 如果我直接表明身份 就不用听她在这里跟我苦口婆心了 不过我好像没必要这么做吧 爱丽丝拿起我面前的书 随后坐在我旁边 我问她想干嘛 爱丽丝没好气到 这还用问 我打算用简单明了的方法给你讲解一遍 让你能够轻松明白上面的内容啊 只要我向你说明召唤魔法有多难懂 若需要天赋的话 你应该就会知难而退了吧 话不多说 我就直接开始了 接着爱丽丝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解书上的内容 我不禁感叹 无愧是大学的教授 讲解起来游刃有余 而且她还真是个好人 在确认过我学习的热情之后 她并没有直接否决 而是选择了尊重 并且小心翼翼地靠近我 在这条无处可依的道路上 光是有一个能和我聊天的人 就已经足以成为我的安慰了 在我沉思的时候 爱丽丝不满地问我有没有在听 我表示那当然 我听得很认真的 爱丽丝瞪了我一眼 我有些心虚 爱丽丝接着出声道 说起来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能告诉我吗 我都花时间给你讲课了 你好歹要把名字告诉我吧 我心想她是极少数 知道我真面目的人 所以告诉她名字 这件事要极其慎重 我淡淡的 我有必要把名字告诉你吗 在这座图书馆内 我们俩不过是一起 研究魔法的学徒而已 只要一起分享魔法知识 彼此交流不就够了吗 爱丽丝起身和尚书出声道 那好吧 既然你这么说 就代表你准备好 要跟我学魔法了是吗 那我们每两周见一次面吧 我表示我没那么多时间 不用这么麻烦 可爱丽丝却直接无视我的话 扔下一句 下次见后就转头离开 她还真是说完就走 完全不听我的意见 好随意妄为的一个人 不过也是个温柔亲切的怪女人 片刻后我离开了图书馆 爱丽丝好像对没什么天赋 但依然对魔法报 有很大热情的人感兴趣 虽然我不知道她这么做的理由 不过这跟配不配合她是两回事 我的脑海不禁想起了 爱丽丝俊俏的模样 两周一次的话 或许听她的话过来学习也还不错 要是能和魔法大学的教授 搭上线的话 说不定她能帮我找到 一个明面上的工作 这样一来 我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 也算是多了一个既定日程了 不过是约个人上课而已 竟然要如此谨慎小心 总觉得有点凄凉 我来到了杰尼的酒吧 当一见面杰尼就表示 要把我的名字登录到暗网上 我不解的问为什么 杰尼晃动着手中的调酒杯说道 因为你的任务完成的太好 所以那些繁杂的程序 走起来也变快很多 要是客户对接 当然很满意的话 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问酒保老头 瞧灯干啥去了 杰尼回应道 他之前有份别的工作 现在没两个星期 回去那边帮帮忙 所以有时候就要由我来带班了 客调鸡尾酒好了 迪伦见状拍马屁的 我杰尼 这是什么鸡尾酒啊 好漂亮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杰尼一把将手中的调酒 被砸在了迪伦的脑袋焦和道 试用别了 混蛋鸡尾酒 你这个蠢蛋 迪伦委屈的问杰尼为啥打他 杰尼大骂道 你这个蠢货 你把委托都搞砸了 还有心思喝酒 那群混蛋一开是开的挑剪 就根本不可能做到吗 我能怎么办 我沉思了一会说道 那么如果在暗网登陆了我的信息 会发生什么事呢 杰尼回应道 其实登陆信息没有什么风险 只不过你的履历会被记录在网络上 在你接受委托的时候 可以指定想要的类别报仇或者物品 一般而言想要在暗网登记 最少需要十个月的履历 不过这次是客户那边率先提出的建议 估计是没有和我搭上线的客户想指明你 却苦于没有渠道 所以有些心急了吧 狄伦见兮兮道 也就是说并不是那个香药 杜盏优秀末发师的弹心 你认出的力呢 看着打闹的二人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接着我出声道 不过光是在网上登陆信息这一点 就让我有点抗拒 杰尼解释道 如果你是怕自己的隐私泄露的话 可以不用担心 暗网相当于在市政府的主要通信网络上 开了个后门来用 安全等级很高 狄伦也点头表示没错 我有些不解 杰尼表示这东西要是没有市政府的合作 根本不可能经营起来 我心想也是 这条件每天腥风血雨枪声不断 但却没有市政府的要员和警察来找麻烦 如果背后没有博尔坎的高层牵扯 其中法国正常 杰尼接着问我接委托的时候 需要加什么附加条件 我沉思了一会说道 固有魔法 你就写我想要极其稀有体系的固有魔法 比如时间空间或者强大的再生性魔法 不然就是仅次于这些的珍贵遗物或灵药 杰尼有些迟疑道 这么写真的没问题吗 你现在虽然很有名 但估计不太容易接到用这些做报酬的委托 迪伦接查道 杰尼 这一点不需要你担心吧 是你问他想要什么的 他不果入室会答了问题而已 你以为他不知道这些东西难求吗 杰尼转头对我说道 也是 是我多嘴了 对不起 犯 我回应道 我不是说只接那种委托 我只是想写明我比较想要的报酬和类别而已 杰尼拿出电脑出声道 我知道了 我去修改暗网上的信息 修改申请审核的比较慢 估计要一个星期左右 我建议你这段时间先不要接委托 因为等你正式登陆之后身价就会大涨 如果你现在接委托的话 少说也会损失一千万塞尔 我点了点头 可是我想要买斯塔莫尼亚这个天价单要还差两千万塞尔 狄伦见状问我难道很缺钱吗 我表示现在有点需要用钱的地方 狄伦回应道 随紧拥兵之间有个转令花欠的方法 只要有能力一天可以转一千万塞尔 你有兴趣吗 我点点头让他跟我详细说一下 你应该知道 乌士岛乌士丘区域那边有很多未开发的区域吧 那边有很多流浪汉因为优荡的无人塞尔似于肥敏 堆积的尸体着来了很多动物 导致那些动物又被感染称为无人塞 于是市政府就开始目击拥兵出力这件事了 他们开除的价格是 一透无人塞一百万塞尔 干掉尸透就是一千万塞尔了 第二天我便来到了 武士区域隶属环境局地区管理总部的第五少所 我跟随人群排队接取任务 工作人员告诉我我的编号是481号 到时候大屏幕上会出现我的编号 到时候还会有其他三人和我一组 他让我先进去等着 我有些不爽 竟然是四人一组 我更喜欢单兵作战 价格倒是不错 不过我最少要干掉20头 就在此时我的面前走来了三个人 我问他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为首的男人对我伸手出声道 你好 你是484号吧 我是483号米丘尔 我也伸出手跟他握了握手 没错 我是484号 我叫范 米丘尔指着一旁的大长脸介绍道 她叫爱丽丝 还有 但那个女人抢先出声道 我叫克罗利亚 介绍完毕 我们出发吧 看着走在一起的三人 他们三个好像本来就认识 我运气魔法探查他们的能力 他们只能使用最基本的 用你强化身体的魔力吗 希望他们不要拖我后腿 米丘尔边走边对我说道 听说这里离未开发区域不算太远 真是太好了你说是不是 未开发区域是指55之后的区域 以及尚未排序的无耗区域 那是一片辽阔的废墟 过去随着巨大城市 博尔坎的飞速扩张 政府也心勃勃想要在这里 增建城市的居民区 但政府对40到49区域的统治失败后 这里就成了被荒废的地方 克罗利亚出声道 在博尔坎之外工作的人一定很辛苦 虽说污染体肆虐的情况 最近才变得这么严重 但那些往返于城市与城外的人 却一直要提防来自污染体的威胁 爱丽森接查道 所以不都说挖掘城市外的工厂或建筑石 会挖到不少可怕的东西吗 他们说的确实没错 之前我所在的那座黑心工厂 就在制造和贩卖黑魔法师的碎尸机 李秋尔接着说道 不过对于我们佣兵来说 未开发区域倒不是个坏地方 毕竟除掉一头污染体 就给一百万塞尔的每拆口都多减 爱丽森指着自己的散弹枪得意倒 而且我的散弹枪能再干掉那些家伙 时派上大用场 克罗利亚回头对我说道 说起这个 你好像只带了一把左轮 你还有什么其他装备吗 我这才明白他们的真实目的 事到如今我也不必瞒着他们 我淡淡道 我在研究电机器魔法 李秋尔问我是指纯元素方面的魔法吗 我表示可以这么理解 他们三人闻言沉默了一回 随后李秋尔叹了口气出声道 看来是我们误会了 我们还以为你肯定是使用枪击系 这种大众体系魔法的魔法师呢 毕竟独来独往的魔法师 一般都会掌握一些 能够随时和其他队员合作的能够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借口 虽然我之前也听说过 因为初期的纯元素系魔法攻击效率不高 所以使用纯元素系魔法的魔法师 并不太受欢迎 但他们这么明目张胆的排斥 我也有些奇怪 难不成他们一开始 就想直接甩开我行动吗 李秋尔出声道 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考虑考虑 要不要和你一起合作 毕竟我们也想要一个 能够提供充足的火力支援的伙伴 我淡淡道 我问你一个问题 讨伐完污染体去领报酬的时候 一定要四个人一起去吗 李秋尔迟一道 应该不用 毕竟在讨伐的过程中 也有概率出现死伤 所以他们应该不会要求 队员聚起才发暴肠 我冷声道 既然这样就没问题了 我们到不同内应凑在一起 只会伤了和气 从现在起我们分开行动就好了 李秋尔假行星道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我回头望去 他们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脸上都要乐开花了 我冷声道 要是一开始就把你们的想法告诉我的话 就不用拖到这个时候了 何必搞得这么麻烦 李秋尔结结巴巴道 话也不能这么说 我们也不想把话说得太直白 确实需要保持点距离 克洛丽亚直接乐出了声 你能这么做的话 我们当然感激不尽 李秋尔假行星道 你就别说了 他会选择这么做 估计也有自己的考虑 我没搭理他们转身离开 说实话 他们的态度真的让我很生气 但直接和他们打一架 炫耀自己的能力又太愚蠢了 反正和他们组队的话 到最后分钱的时候 吃亏的只会是我 李秋尔望着我的背影 克洛丽亚不解道 你干嘛一直盯着他呀 我们可是少了一个 会拖后腿的家伙 要是队里有个米虫在 我绝对会被气死 爱丽森也附和道 没错 光是想到要和佣兵团体的 讨伐队合作就够烦的 我们哪有心情 带着那个病秧子 等他自己去逛一圈 知道多不容易以后 估计就乖乖回事去去了 李秋尔却心中直犯嘀咕 明明事情都在按照 自己希望的发展 但为何总觉得 有什么不对劲呢 他当才听到 我们要拆伙忙不迭的 就答应了 如果他这么做 是因为自己实力超群的话 那我们现在说不定 就是自动放弃了 非常珍贵的人们 另一边的 我已经轻松干掉了 一头污染体 原来污染体长这样啊 实际这么一看 他们好像更恶心 根据迪伦提供的情报 污染体大概是在 三年前出现的 这些污染体 是由于在未开发区域 进行大规模有毒 生物兵器实验项目 黑色用户才产生的 这个项目的目的在于 通过数式控制 用于强大增值能力的 病毒因子 并利用其大幅 促进细胞再生 这场为了确认 长生不老可能性的实验 诞生了污染体 这个可怕的灾难 一旦被这种病毒传染 全身细胞便会 爆发性增值 生物本身 也会变得怪异且巨大 到最后会直接爆炸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 碎裂的尸体 会散发拥有 数十残骸的黑物 并自主寻找其他生物 而且这个过程 会不断反复 我叹了口气 虽然我很不愿意这么做 但作为讨伐成功的成绩 要挖出污染体的 一对眼睛 看来只能下手了 忙活了一阵后 我就听见了 身后传来的响动 我还在想 他们什么时候 才会过来 这群臭狗可算来了 那两只污染体 嘶吼了想出来 我伸出手 施展重力凝结 瞬间一座紫色 魔法阵便从我身下展开 无数道黑线 从魔法阵中 涌出缠向污染体 眨眼黑线 就将其中一只 污染体控制在原地 我伸手凝聚雷电魔法 随后一发掌心雷打出 与此同时 另一只污染体 已经窜到了我身后 但我的防护罩挡下了它 紧接着我从腰后 掏出左轮 施展加强魔法 一发加强 施展弹出 直接贯穿了污染体 就这样我不断地干掉污染体 片刻后 我就干掉了五头 一投一百万塞 也就是说 目前我已经赚了五百万塞 确实是个赚钱的好方法 就是不适合长期做 要是没有探查魔法的话 光是找污染体 盗所那边会安排大家四人一组 进行讨伐估计 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像米丘尔和爱丽森那种实力的人 绝对没办法单枪匹马地讨伐污染体 不过米丘尔那群人也知道这件事吗 如果他们知道的话 那就是明知道 我是个战斗力较弱的魔法师 还让我去送死不是吗 也确实有这种可能性 稍微休息了一会后 我开始寻找其他目标 我这次的目标是至少两千万塞尔 有了这笔钱 我就能稳定购入 斯塔尼亚制药公司的斯塔莫尼亚 要凑到两千万塞尔的话 我还需要再讨伐15头污染体 按照现在的速度大概需要两天 果然还是皆有订金的委托比较好 不过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就在此时我感知到了附近的异常 我释放出了探查魔法 不远处的箱子后面有三头污染体 我伸出手凝聚魔法 背招刚好适合这品废墟里用 闪电追踪者 三只闪电狐狸从我手中飞出 这是应用召唤系魔法原理创造的魔法 虽然我没办法赋予这些狐狸自我意识 但却可以长时间控制他们 闪电狐狸瞬间就击碎了木箱 但其中一只的攻击目标却被躲开 我也瞬间便感知到了一场 居然有人躲过了我的探查 明明刚才我都没察觉到有人了 就好像那天一样 如果现在逃跑的那个人 就是那天的狙击手的话 那这一招应该很适合当再会的问候 生浪 打眼攻击就命中了目标 可那人却只是一个亮相 随后继续逃跑 我呼出一口气 看来生浪根本奈何不了那家伙是吗 那么尝尝这个 我的头顶凝聚出了一个巨大的兵箭 下一刻兵箭便试固可挡地向目标射去 而那目标竟然是个蓝头发的女人 有人居然躲过了我的侦察魔法 这让我想到了当初同样躲开我侦察魔法的狙击手 我用出生浪来跟对方打招呼 可生浪对他并没有作用 我直接凝聚兵箭 这个看你怎么躲 兵箭视如破竹地冲向目标 那人连忙停下脚步向后躲避 兵箭在他眼前炸裂开来 女人有些庆幸 自己活下来了 但下一秒兵箭便向四周分裂 瞬间寒冰之力就涌向了女人 眨眼就将他的双腿动在原地 这招没办法困他太久 对方是个实力颇强的高手 绝对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 重力凝结 下一秒数到黑线就缠上了女人的双臂 一把将他的双手牢牢地勒住 女人被动得直打喷嚏 接着他破口大骂 该死的 怎么偏偏栽在这种怪物手里 竟然一上来就又喊又骂 我将毒蛇的瓶盖弹出 一把就将女人背后的枪击飞 女人有些心疼地喊道 我的枪啊 接着他转头对我怒合 你动作轻点 我被他的话逗笑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女人恼怒道 我到底怎么惹到你了 你干嘛这么对我啊 我回应道 这还用问 你不仅鬼鬼祟祟地躲起来 被发现之后还拔腿就跑 谁看都会觉得可以吧 女人解释道 那是因为我不想打扰你啊 我是怕妨碍到你这个魔法师狩猎 所以才躲起来的 我沉思道 这个借口还真是有说服力 女人文言松了口气 接着他对我说道 那个 我知道你信不过我 但你能不能先把这片兵处理掉再说啊 我的脚趾头都要被动掉了 虽然我不觉得他会反抗 但防人之心不可污 我掏出手枪对准女人 女人被吓了一跳 接着他大喊 狄伦 我认识狄 我有些疑惑 女人连忙继续说道 我和他一起工作 我只是个普通的佣兵而已 我这没问到 你怎么知道我认识狄 是狄伦告诉你的吗 既然你和狄伦共事 那你也是安塔雷斯事务所的人 女人点点头道 哇 没错 我接着问他为何跟踪我 还有 你是怎么躲过我的魔力侦查的 你听我解释 我没打算要对你做什么 我只是刚好在你身边 但因为不想惹祸上身 所以才躲起来了而已 如果我真要杀你的话 一定会先动手啊 而且我也有足够的时间 至于避开你魔力探查这件事 只能说是因为超能力吧 我有些不解 什么超能力 女人低头道 你看到我腰上的符了吗 这是高级的鲁伊亲自制作的童话符 这东西虽然贵 但确实有用 只要是收入还不错的 傭兵基本都会买 我一把摘下那个符 女人顿时气急败坏的大喊 让我还给他 德鲁伊是自然系术士 他们的力量源自自然 以及强烈的信仰 所以没有任何前兆 也没有任何痕迹 那我探查不到 德鲁伊的力量确实正常 钢材符上面的花纹 好像变大了 与此同时我的气息也被削弱 看来只有在原地隐身的时候 疏使才会启动 既然花纹会消失的话 也就是说 这是有使用次数限制的消耗品 它确实不像是要拿着 这种低档货来杀我的样子 女人对我打着哈哈道 你会把那个符还给我的吧 那个有点贵 不对 是特别贵 我淡淡道 这个我不能保证 女人顿时破口大骂 你真是混蛋啊 你不用担心 等我用完了会交给狄伦的 那家伙连自己钱包里 有什么都不知道好吗 女人见要不回来 也只能无奈接受现实 她无奈地安慰自己 直接放弃吧 不要抱无畏的希望 但下一秒 她就惊喜地发现 脚下的兵已经化 她抬起自己的鞋 对我说道 老娘的鞋子都进水了 你怎么赔我 我表示现在是计较这个的时候吗 我给杰尼打去了电话 我问杰尼安塔雷斯事务所 有没有一个蓝头发的女佣兵 杰尼回应道 确实有个蓝头发的神经病 说完手机便因没信号 我问女人叫什么 女人伸着懒腰道 我叫卡米拉 你叫我米拉就好 你叫饭对吧 九阳大名 反正你是来这里 讨伐乌燃体的不是吗 我表示你不也是吗 那倒没错 我最近急需用钱 我老板跟我说什么暗网的事 还说最近接单的话 都是亏钱的买卖 所以我才到这里来赚点零花钱 我闻言沉思了一会 米拉问我怎么了 我表示没什么 接着米拉信心满满对我说道 我知道一个把乌燃体 引过来一网打尽的方法 不过需要你的帮助 怎么样 有兴趣吗 到时候报酬一人一半 我内心毫无波澜 看着她伸过来的手我淡淡的 我七米三 卡米拉顿时恼怒道 那我还撞个屁啊 我回应道 可听你的说法 最终负责除掉乌燃体的还不是我吗 既然我要做的事情更多 你应让我拿大头 卡米拉反驳道 你放什么屁 主意还是我出的呢 做生意好歹也讲点道义 干脆点直接五五分 我故意拉长音道 让我想想是谁做生意先不讲道义的 卡米拉扬声道 你六我四 这就是底线了 我不会再让步了 我这个主意绝对是个史无前例的好主意 虽然不知道你到底想出了多绝的主意 不过好吧 我六你四 成交 那说好了哦 之后可不许再反悔了 说完卡米拉便转身表示出发 我问她是要走过去吗 卡米拉得意道 不用 我刚刚捡到了个好东西 保证让你舒舒服服的到达目的地 片刻后我便坐在不知道几手的插车上 我无奈道 没想到这东西跑得还挺顺 卡米拉接查道 对吧 我把乱成一团的线路里了一下重新接起来了 没想到既然能启动 这样就不用走过去那么麻烦了 多好啊 就在此时我抬手凝聚魔法 随后一条雷电狐狸便从我手中窜出 狐狸直奔远处的污染体而去 下一秒一声爆炸传来 卡米拉有些震惊 你把她给炸成灰了吗 我淡定的让她在前面停车 随后我上前将污染体的眼睛弯了下来 再回到插车上后 我问卡米拉我们接下来要去哪 卡米拉回应道 你可能不知道 污染体一般会追着生命反应跑 我表示我知道 卡米拉问我觉得污染体会集中在什么地方 我淡淡的 流浪汉的群居地区就在这附近吗 卡米拉有些意外 你本来就知道这些吗 我表示那倒没有 不过我猜到了 我倒不是没想到流浪汉这个选项 只不过寻找流浪汉的生活地点 本身就是件浪费时间的事 最重要的是 你就没考虑过其他佣兵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吗 估计其他佣兵现在也在找我们要去的地方 如果你没有其他对策的话 那直接放我下车吧 说完我便坐视往下跳 卡米拉连忙抓住我的胳膊急声道 你好歹是个魔法师 怎么一点耐心都没有啊 这么显而易见的是我能没想到吗 我当然准备了别人不知道的杀手锏啊 我凑近问他那是什么 卡米拉解释道 我们老板对流浪汉很感兴趣 我问他说的是安塔雷斯吗 卡米拉表示没错 因为老板的缘故 他也会偶尔去当义工 最近还帮流浪汉们转移了阵地 而这个地点暂时只有他们知道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那我们就不会撞见其他佣兵了 这点确实不错 片刻后我们就抵达了一片充满集装箱的地区 卡米拉环顾四周道 污染体不可能到现在还没发现这里 看来那群流浪汉还是能干得掉跑来的污染体的 不过也是 我们给他们提供了这么豪华的住处 他们总该会自己保命吧 我问他不进去吗 卡米拉嫌弃道 我凭什么要进去 要不是看在老板的份上 我根本就不想靠近他们 还不如让我和斯凯文泽那群家伙狼狈为奸呢 我们就先在这里等等看吧 虽然现在还没什么动静 口水赶过来 可就在此时他就看到了远处走来的一群人 那边好像有十几个人 不过距离太远了 我有点看不清 我表示是十八个 而且全部是佣兵 卡米拉有些不解 我就是不想撞到佣兵 所以才特地跑到这里来的 我运气魔法弹弹道 如果他们之中也有会魔法的人 那他们迟早会发现这里 卡米拉拿起背后的枪说道 你不会打算和他们硬碰硬吧 直接说这地方被我们占了 让他们滚蛋不就好了 我回应道 如果能恐吓赶走他们自然不错 可惜那边有些熟面孔 卡米拉文言放下枪开心道 是你的朋友吗 那感情好 我们可以好言相劝让他们离开 我无奈道 不 我们还没那么说 带那群人走近 领头的人正是米丘尔 米丘尔见到我也有些意外 他出声道 范 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这么看来未开发区域还挺小的 你旁边那位是和你一起来的朋友吗 我表示不是 我们是路上偶然遇到的 米丘尔笑道 这样啊 那就好 毕竟这里太危险了 一个人确实不太安全 我冷声道 要是你们不介意的话 可以去别的地方 卡米拉上前出声道 喂 你是脑残吗 你在那边乱费什么呢 真是可笑 这可是无主之地 什么你的我的 米丘尔回应道 这位小姐你好像不太清楚 讨伐污染体的佣兵们 都是先定好讨伐区域 但卡米拉直接打断道 滚蛋 这里是你家吗 还有 原本帮这些流浪汉 安排这么个暗洛窝的人 就是我们好吗 我让卡米拉冷静一下 卡米拉直接端起枪喊道 别拦着我 规矩就是先到先得 他们这些后来的还想赶我走 我能不生气吗 米丘尔也不跃倒 我劝你冷静点 我们也不是好惹的 只希望你能听劝 该走就走 接着米丘尔心想 他们只有两个人 而我们这边有将近二十个 一旦打起来 绝对是我们战赏风 看着米丘尔的样子 他不会是打算仗着人多 直接用武力抢夺地盘吧 如果打起来的话 首先要除掉的 就是最后面的那个男人 我感知不到 他身上有任何魔力 甚至连气息都察觉不到 难道他已经厉害到 可以隐藏能力了吗 就在此时 那个白发男人 拍了拍米丘尔 让他别冲动 接着他微笑道 真是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 安塔雷斯事务所的佣兵 你好 很高兴见到你 我是普拉顿的马奥连 其实今天是我在为 这几位佣兵带路 卡米拉文言一论 普拉顿佣兵团 是最近和安塔雷斯 同为圈内最活跃的 佣兵事务所 听说他们用超能力 挖走了很多有能力的佣兵 虽然那不知道 他们那么大笔的资产 但安塔雷斯事务所的佣兵在 我们让两位离开 确实不太合适 不过 能不能允许我们 在这附近休息一下 要是在休息途中 偶然遇到污染体的话 我们尽力除掉 他们也未尝不可吧 说来说去就一个意思 他们不会离开 如果我们再强硬一点 估计就会打起来 米拉看起来 也不太想和普拉顿的 佣兵起冲突 我对米拉说道 米拉 我们的交易到此为止 告辞 米拉顿时着急道 为什么 说好一起赚钱 你好歹要讲义气吧 怎么能自己一个人跑路呢 我淡淡道 那么 你是想和他们 比谁能先除掉污染体吗 我才不想浪费体力 不如我自己赚几圈 逍遥自在 等等 我的福 我的福不是还在你身上吗 只要你帮我的话 那东西就给你了 怎么样 那可是我画 一千万塞尔买的 就在此时 我感知到了一场 远处居然跑来了 一大群黑影 米丘尔他们也听到了动静 而那群黑影 居然全都是污染体 米卡开心道 喂 这跑过来的可都是钞票 你不会打算走吧 来一起试试啊 反正你又不亏 顺便还能让那群混蛋吃饼 如何 但我知道这种情况 绝对不正常 虽然说这边有大量生命反应 他们围过来也正常 但像这样如此多的污染体同时出现 好像并不是凑巧 更像是有什么原因 在看到了马奥连阴森的笑容后 我确定了 果然没错 我对米拉出声道 你现在立刻冲到前面去 你举着散弹枪冲出去就好 剩下的我会看着办 米卡顿时一个剑步向前冲去 米丘尔连忙大喊 我们也快追上去 我运起魔法 这可不是你们想追就追的 沉动 瞬间那些拥兵脚下的土地便开始震动 随后一座十米深的大洞凭空出现 看着低下的众人 要是他们能乖乖地待在里面就好了 不过那怎么可能呢 马奥连周身泛起绿色光芒 魔力 这小子果然隐藏了实力 这样正好 下一秒马奥连就惊慌失措起来 在对方使用魔力的瞬间 干涉他体内的魔力走向 然后瞬间破坏他 马奥连直接跪倒在地 他发现自己无法调用魔力 仿佛有人强行控制了自己的魔力 接着他想到了什么 连忙抬头向我看来 看他那副表情 估计是彻底被我控制住了 如果这一招能制服他们之中 看起来最强的马奥连 那么对付其他人更是信守年来 米丘尔有些慌乱 这样他们都无法从深坑中爬出 接着他看向我出声道 泛魔法师 你能不能帮帮我们 我们在这个坑里用不了魔力 可我却并没有回应他 马奥连起身对米丘尔说道 你还没发现吗 米丘尔迷茫道 发现什么 下一秒他便瞪大了双眼 此刻的我正凝聚雷电魔法 蔑视地看着他们 二对二十 优势在我 区区二十人也敢来抢夺我的猎物 我直接一个群众 将他们困在深刻 随后用魔力干扰他们的魔力 让他们无法调用魔力 只能在底下干瞪眼 天真的米丘尔居然向我求助 让我帮帮他们 实力最强的马奥连 第一时间就发现了 是我做的手脚 而米丘尔在看见 我的雷电魔法之后 也震惊地知道了 这是我的杰作 雷电魔法在我手中凝聚 随后三只雷电狐狸 便从我手中窜出 眨眼三只狐狸 就冲到了污染体面前 接着就开始大肆屠杀 有了狐狸的加入 卡米拉杀得更加轻松 卡米拉兴奋地喊着 这也太爽了 放呆了 我有些无奈 这个笨蛋 怎么能把污染体的眼珠打爆 卡米拉也发现了 自己太激动了 下次一定要注意 等卡米拉杀得差不多之时 我放松了对傭兵们的压制 马奥连第一个跳了出来 他转头看了我一眼 我一脸坏笑地看着他 马奥连却直接转头 随后急匆匆地向污染体跑去 我没想到他竟然直接走了 不过也是 他刚刚也应该发现了 是谁控制了他的魔力吧 若是在了解到我的实力后 还正面挑衅 那才是真的喘 不过其他傭兵的情况如何呢 此时其他傭兵忽斥带喘地 爬上了深坑 但为时已晚 污染体已经被瓜分完毕 爱丽森一上来就对我骂道 犯你这该死的家伙 你为什么站在一旁看戏 就不能帮帮我们吗 我冷声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需要帮的只有前面那个 拿着散弹枪乱射的女人 还有 我们没那么熟吧 现在跑来装同伴 未免有些尴尬 爱丽森闻言直接红温 气急败坏的握拳向我打来 虽然我不动 他也会被防护罩南下 但我没必要忍受他对我的无礼 就用我受格莱姆冲击魔法的启发 而研究出的低级魔法 我向前轰出魔法 直接将爱丽森击飞 这一下差点将爱丽森隔夜饭都打出来 他一脸懵得摔倒在地 不等他反应 我上前一把抓起他的头发动电机 瞬间就把他电的大小便失尽 做完这一切后 我淡定的向远处走去 米丘尔对我问道 既然你有如此实力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那样我们之前就不会冒犯你了 我冷声道 我不是为了不被你们冒犯 才到这种地方来狩猎污染体的 那边也快结束了 就按之前说好了 等一下拿报酬的时候分开算 克洛利亚白手出声道 等等 米丘尔虽然同意了 但我并没有点头 只要你愿意给我个机会 就在此时猎杀完污染体的卡米拉走近 他对克洛利亚嘲讽道 虽然不知道你们之前是什么情况 但你这为了跑来分钱 连伙伴都不要了 合适吗 克洛利亚连忙白手表示 自己不是那个意思 卡米拉瞬间凑近阴沉道 怎么不是 毕竟抛弃伙伴 包我们魔法师的大腿 好处更大不是吗 你说是不是 克洛利亚被卡米拉气势压的 低下了头 接着她小声的说了句实 卡米拉拍了拍她的肩膀笑道 乖了 这就对了 就在此时杀了几只污染体的马奥连 走了过来对我说道 是我输了 魔法师 这次被你全方面碾压 我确实心服口服 今天真是给我好好上了一课 我也就只有这个东西能给你了 你愿意收下吗 普拉顿佣兵事务所的名片 看来她不会再跑过来插手 讨伐污染体的事 我将名片放入怀中 马奥连说了一声谢谢 随后表示自己先告辞了 说完转身便和其他佣兵们离开了这里 卡米拉健壮对我说道 魔法师 我这里也有名片你要吗 看着脏兮兮的名片 我表示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吧 喂 给我拿着 就这样我们一直狩猎到了傍晚 卡米拉看着单子抱怨道 这真的没错吗 我只有七头 你有十二头 我表示除了你打爆眼睛那头之外 确实没错 这都是你自作自首 不过还是辛苦你了 卡米拉握住我的手笑道 嗯 今天你施展的魔法真的帅诈了 你改天来我们事务所玩吧 有必要吗 狄伦那个家伙天天念叨你的事 搞得我们老板对你特别好奇 要是你需要点高收入的工作 就来我们事务所看看吧 好 我之后考虑一下 那说好了哦 下次见 我疲惫不已的依靠在墙上 讨伐污染体赚到的钱一共1900万塞尔 虽然距离目标还差100万 不过有这些的话 我点下近拍斯塔莫尼亚灵药的暗影 有效果